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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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在之前已经有探讨 不过我们还是来快速回顾一下 尤其是 on 跟 MIPS 之间的差异 在我们这边的列表可以看到说 我们把 on 跟 MIPS 这两个把它列出来 那因为之前 Imagination 把 MIPS 这家公司收购了 所以 正式的名称应该是叫做 Imagination 的 MIPS 加购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探讨 就是说 我们这边列出几个 就是说 左边处于 on V 7 A B 表示这个 ISA 的版本 那 A 表示 A profile 针对应用程式 高阶应用的部分 那再来是 我们可以看到 左边的话有 A7 A9 然后 A9 是先退出的 那 A9 推出一阵子之后才会有 A7 那你在市面上看到一些 比较低价的 Android 手机 基本上本质上都是 A7 一般来说就是 A7 4 盒 那 A9 推出的时候呢 基本上是 针对高阶的 高阶的运用 就是说 像当时推出的时候是 针对像 smartphone 的市场 但事实上你在一些产品可以 一些工业控制产品用到 A9 好 然后右边相对比的话是 MIPS 架构 那 MIPS 架构在这个 算盘书 所以就是 讲 Computer Architecture 的书 你可以看到说 里面有非常多的琢磨 那我们就把它列出来 讲话 我们 故意挑几个就是 效能相似的 好 你可以看到说 以 On 跟 MIPS 两个比较大的项目来对照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什么呢 就是说 A9 的话 A9 它的 Pipeline 的 Stage 是 9 到 10 个 Stage 那右边的话 MIPS 是 9 个 好 那你发现一个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A7 是 8 个 Stage 那 Pipeline 的深度一般来说呢 跟这个效能会有 呃 太深的话就超过 15 个 Stage 的时候 往往可能 效果可能看不太出来 有可能会反作用 所以注意到 这个深度不是越深就越好 但是至少在 15 个 Stage 之前 这个是显然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可以看底下这个 Core Mark 那 Core Mark 是一种这个 平量程式效能的一个工具 好 那你可以看到说在这个列表中呢 在 A9 A9 的表现来讲每 MHz 的话 它得到的数字是最漂亮的 3.9 好 那好 所以你可以知道 A7 是 A9 的一个 呃 比较便宜的版本 而且低功耗的设计 那 A9 来讲的话 它可以达到 1 以 以 那个 实作来讲的话 可以到 2 GHz 好 那 A7 的话 一般来说就到 1.6 好 那你可以 甚至在市面上 你可以看到更低的 比方说 1 GHz 啊 像那个 树莓派 好 树莓派的第二代 那 Pi 2 的话 它就是 A7 好 A7 A7 4 可能 是 这边有几个东西要 要注意的 好 比方说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 呃 A7 跟 A9 好 左边是 A7 右边是 A9 A7 跟 A9 呢 都是同属于这个 On V7 On V7 8 的架构 那事实上呢 它都有什么 它都有 都有这个 Syn D 好 你样 然后 呃 再来是呢 里面呢 有个 有个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好 在 A9 的时候呢 它事实上有个叫做 Jazeera Jazeera RCT 在 A7 的时候呢 直接把它拿掉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 Java Acceleration 呢 事实上整个拿掉了 就是说 呃 事实上因为没有 没有必要 然后因为 Android 的这个系统 Devick 自己有 自己套这个机制 好 事实上它不需要这个 不需要 它不需要 Java 的 Bi-Core 好 事实上整个设计是 是不同的 好 然后 再来是 另外一个东西要关注的地方在哪里 也就是 L2 Cache 那 A9 的话 其实还是 当时设计是针对效能 所以你看 L2 Cache 是可以到 8 Mbps 我们还是不要叫它 Cost Down 这个词 那不太好听 但是说 A7 呢 它是针对一个 比较经济实惠的 就是说 经济实惠的 处理器 那它的设计就是 比较便宜 但是呢 你可以看说 像它就牺牲到什么 L2 Cache 所以它几个对方牺牲了 它的 Pipeline Stage 还有它的 L2 Cache 牺牲到 那当然在这以外的话 L1 Cache 是相似 好 然后 再来是 这边来讲 A9 的设计 它是 Mbps 4 就是 On 它自己定义的一个 一个 Bus 的界面 Mbps 4 然后呢 如果是 A7 的话呢 它是走 SI 跟 HP Lite 好 那你可以看 在后面的版本 可以看到很多这种 就是这种 比较明确指出 比较说 HP Lite 在我们之后讲这个 On架构的时候 我们讲整个 SoC 我会再讲是 这个周边的部分 好 那对照看 这个什么 对照看这个 Mbps 的话呢 你可以看说 像来讲话呢 像是 FPU 好 或是一些什么 一些这个 Extension 好 其实反正你可以有些 很有趣的地方 像 A7 好 注意到啊 A7 的话呢 有很多 A7 的实作呢 它也有搭配 Virtualization Extension 就是所以你可以有机会做到一些 透过 A7 来达到这个 硬体加速的这个虚拟化 虚拟化的手段有很多啦 但是就是说 你可以 完全可以透过硬体协助去处理 那现在其实是后整 就是说 虚拟化这个技术呢 其实 出现很早了 在1960代其实就有了 但是因为各种电脑兴起 让这个东西视为了 但是很有趣的地方是 VNware VNware 它带动这个 重新带动这个虚拟化技术 它让虚拟化技术 可以用经济实惠的价钱取得 可以用经济实惠的表现 然后最重要是它可以很广的散步 那后来跟后来的东西 你可能就有听过 新一代的这些 Hyperwise就提出来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是开放原始码 它有很大的渗透率 那所以你可以来 这边可以看到什么是 就是Uncle MIPS 如果说我们挑出这个 效能相似的话 你可以看到 乍看好像不会差异太大 但是接下来我们来去看 实际上还是有些很细微的差异 甚至是在行为面 有落差是比较大的 然后在这之前我们来看一下 就说这边在哪里 讲到这个 然后我们之前有整理过 就是我们学生有帮大家整理过 一些这个Unviat 这个资料 那原本知道有5000多页 那我们就再录一下 那我们之前有提过说A64 A64的基本上 你注意到 Unviat 它虽然是64为远 对外说是64为远 对外说是64为远 注意到它的刷讯encoding 是怎样 它还是32为远 而且它是跟过去 是不相同的 A64 那包含说Linux的原始程式码 它的这个目录名称 以及它的标注方式也是写A64 那它的对应的指令就是A64 A64 ISA 然后我们上次讲架构的时候 有用一张图来说明说这个 像A32 A64 A64 A32 T32 这些就是直接看一个表示 所以原本的这个 原本的这个架构 不管是Unclassic 或是Unviat 这些架构 就像A32 会试着去乡下相容 所以这个A32 在整个64位远 案来讲的话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相在相容的设计 那包含那些extension 其实都存在 所以比方说有个东西叫T32 那T32就是什么 T32就是 所以事实上呢 以Thumber 2来讲的话呢 它是16位远跟32远混合的 混合的这个 混合的一个 资料处理机制 以及帮他们编码处理 然后呢 Un的指令有个很有趣的特色 就是 就是叫做Conditional 就是 更明确的名字叫做Condition 就是所有Unclassic 就是典型的Un的设计来讲 它所有的指令 这个设计在Unviat 被改掉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我们今天讲这个东西是讲什么 讲这个东西是讲A32 A32跟T32的行为 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但是因为到了64位的时候 A60 觉得这个东西太 太 限制太多了 尤其在实作上面太复杂 所以 A64就把这个东西拿掉了 但是 尽可能让所有的指令 都可以指令到Condition 这个东西叫Condition Execution 然后呢 这个Condition Execution 它是会有一个 针对特定的Flag 比方说这个NZCB这些Flag 好 这个东西先有点印象 好 那A64的话 就是完完全全一个 一个新的指令 那我们在上次的时候有探讨到就是像LP64 LP64 这样的一个什么Data Model 这个之前我们有讲过就不赘述了 好 那另外一个东西叫Implementation 就是UN呢授权 把自己的智慧产权 授权给 Qualcomm MediaTek Sansung 还是一堆公司 那让这些公司去做出它对应的许作 这东西就是叫Implementation 命名非常复杂 就像这个 按SY之一 然后这个怎么复杂 比方说有个东西叫做Unstable TDMI TDMI 就这几个字 那TDMI那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T表示 T表示支援Summer指令 那D呢 表示说支援硬体的指定集 支援硬体的debug指令 然后M呢 支援在里面可以支援什么 乘法 去快速成本 TDM 反正就是由于各式各样的这种名字 那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基本上这个TDMI呢 基本上 事实上呢 On的这个产品线 大部分都是有帮这个TDMI的 所以事实上 其实根本就不需要特别去定义这个TDMI了 所以在后面再讲话呢 全部在2005年 就是Cortex出来之后呢 就是统一用Cortex的名字 只是Cortex A profile Cortex R profile Cortex M profile 开始呢 整个On的这个架公司 因为2004年 On换了一几个新的执行长 然后对On的整个marketing 做了大刀阔斧的改进 那在2005年之后呢 这整个改进其实很明确 让原本On的这个名称真的是蛮乱的 但是现在变得很就是比较明确的 所以呢 在Cortex出来之前的所有的On 不管什么刚刚讲的On7 TDMI On9 TDMI 什么On11 全部都叫OnClassic On7 TDMI On7 TDMI On7 TDMI这个东西很有趣喔 它是属于什么 属于OnV4的架构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叫On9 TDMI 然后呢 它也是属于OnV4 但是实作层面不同 On7 TDMI的是三级的Pipeline 好 那On9 TDMI的是什么 是属于这个5-stage pipeline 好 那讲到这边又会有一个很 纳闷的东西啊 就是说 是不是A7跟A9呢 都怎样 都是OnV4的 事实上还有一个东西很讨厌 比如说On926 这是台场最爱的On926 这东西很厉害 好 这个On926呢 它其实它不是OnV4 它是OnV5 好 这件事呢 非常讨厌 你们看到这个 OnV5 T1J J就表示什么 有Java的加速的 那T就表示Thumber E就表示DSP Enhanced Instruction 就这边 这边写到FacePoint的DSP Instruction 所以这种东西是什么 这个是 这个 OnV5 T OnV5 T1J 反正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念 念得很辛苦 好 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是什么呢 在OnClassic来讲 命名非常麻烦 而且很容易让人家搞混 所以比方说那时候 因为名字太难念了 所以那时候有一些简称法 比方说叫什么 叫On7 基本上讲On7就要讲这个 On7的恋爱 同理 有个东西叫On9 到底算不算On9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因为其实它价格不一样 那不过那时候台场 有些人就是 有时候不小心把它念错 就是把On926 叫做On9 其实这是不对的 On926的设计 其实跟On9 TDMI 其实是有出路的 好 那从On7 TDMI到On9 TDMI的时候 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什么 就是第一个 Pipeline Stage增加了 所以它把什么 Memory跟Rideback 把它拆出来 以及什么 印刷循 跟 实际上在On7 TDMI的时候 它是Volumine Architecture 但On9 TDMI的时候 它是Modified Harbour Architecture 好 然后到On11的时候 它其实具备了什么 具备了现在新的On 的处理器的特征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来讲 On7的话有个变形 就是 讲说 On11有个变形 叫做 On11 Multi Core 好 然后 接着我们来 继续 看下去 实际上 它是采用Risk的设计 但是 它又不存 不全然是Risk设计 事实上 它有一些变形 所以像这种 SYND 前面讲过SYND 基本上它是变形 它不是纯粹的Risk 它有些来自这种 Sysk的特色 或者一些指定比较复杂 它不是 因为在Risk来讲 想法是 基本上每一道指定 只能有一个Clock Cycle 把它做完 好 然后呢 再来是我们来看 就是说 在On来讲 只是让有些指定 需要两个 或是两个以上的Cycle 才能够执行 尤其是SYND SYND有可能会到8个 甚至会到12个Cycle 才会做完 完完全取决它的复杂度 那这个东西就是 On的一个 蛮有趣的地方 On跟MIPS 这方面不一样 MIPS的设计是比较纯粹 很干净 很优雅的方式来设计 那On呢 On的这个执行长 曾经在 我都没记错 应该05年吧 05年在台湾有个演讲 那演讲讲什么呢 就是讲说 宗旨是这样 On认为它们不是最好的 最好的处理器供应商 这不是欠缺的话 的确是这样 但是On认为它是适应力最好的 也就是说 On其实它经历过非常多的变化 它跟它的客户一起找到出路 它可以依据它的客户做很多调整 比方说Nokia 它可以针对Nokia这样的客户的需求 去发展一个漫步之力 对 那它可以针对一些 比方说需要安全的 高度安全的客户 去发展一个什么 那所以呢 事实上On就是一个 一个适应力非常好的公司 那它以Risk为出发点 但是它加入现在很有趣的特征 像刚才提到那些特征 那所以事实上On它不是 一个全然的一个 纯粹的一个Risk 好这个 这个我们讲了很多次 但是还是要有印象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说在 以Data Flow的观点来讲 On的这个设计是这样 就是说 资料的进出呢 基本上你会看到第一个部分 叫做什么 叫做Science 10 就是 有号无号的处理 然后呢 再来是在里面 我们会通过GPR 所以这个GPR呢 按Classic来讲的话 是R0 E23 一直到R15 这些东西是 这个什么 这个 Registify 那当然 这个R13 13 14 15 这三个是这样 这三个是有特别用途的 比方说R15 挪作ProgramCounter来用 好 那今天我们来讲的事情 好玩的事情在哪里 你有没有看到 这边的路线 就非常有趣 这个Data Path 太好玩了 你看 这边来讲的话 底下有个 有个Better Shifter 然后到Arlu 所以如果说你看Mips的话 Mips 比较纯粹的Mips 现在Mips当然变得很复杂 我说的比较纯粹 比较说你在书本上看到的Mips 它其实上 这个Registify就直接到什么 直接到Arlu了 可是呢 Aun的一个东西叫Better Shifter 注意到它的Pin法 不要不要 不要 那我会通过一个Better Shifter 这个现有概念 等下会再解释 那除了以外呢 Aun呢 它还有一个是怎样 它为了要 加速它的操作 事实上有个东西 就是MIC 就是说有些 有些资料处理的方式 我是把它拆开来的 好 那这个东西针对 尤其是针对那些 DSP Inhance 的一些 instruction 这个东西 instruction是非常重要 好 所以有两条路 一个Arlu 一个Mac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 所以变成说 你最终要把这条写回 还有一些相关操作 所以先记住这个 这边有个Better Shifter 那如果说我们来看这个 我刚才讲的Mac是这个 这个可以去查一下 基本上就是一些 DSP风格的操作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就是说 如果我们用记忆体的观点 去看待Arm的Data Path 它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好 那前面有提到 刚刚有看到这个Better Shifter 好 所以这些资料呢 我可以透过什么 Better Shifter 当然你可以直接到Arlu 好 然后再来是呢 Arm的话 除了运算以外的 事实上有什么 有一个什么 Ctrl Unit 好注意到这边有东西叫什么 CPSR 好 那这个P呢 CPSR的P呢 是表示Program 好 所以它就是表示什么 Program状态 好 所以事实上呢 从Arm V3开始呢 Arm V4 Arm V4 Arm V4提出的CPSR 这个很重要 事实上呢 我整个程式的执行 这个状态是可以追踪的 所以比方说呢 我程式发生Overflow 我发生比方说初以零 这种Exection 事实上我可以这样 我可以知道 那这个 或者外部的这个 Interwa进来 事实上我透过PSR 里面它是可以记录的 所以注意到 这边有个独立的Ctrl Unit 这跟我原本的Arlu 是这样 是独立的 在我们的课程 组织结构的课程呢 事实上会要求大家 逐渐的去改善一个CPU 所以比方说 一个CPU的参考设计 然后逐渐要求大家去改善 那但是常常你会忽略一件事 其实除了运算以外 其实你会需要什么 你会需要Ctrl Unit 好 这个Ctrl Unit在Arlu 帮你非常重要的角色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来讲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 所以在Arlu的 战轮器的设计来讲 是 这张图呢 其实它 不全然对 不全然对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事实上Arlu 整个版本一直在演化 事实上Arlu的模式有非常多 绝对不是只有 1 2 3 4 5 6 不是这6个 不是 事实上Arlu有非常多的模式 比方说呢 你可能有听过 不然你前面就有听到 Virtualization Extension Virtualization Extension 其实它往往会设计到更复杂的一个模式 就是它会有一个什么 Hyper-wise mode 所以它可能有个 H-Y-P 有个H-Y-P 有个H-Y-P 好 所以它 比方说它会有个叫H-Y-P mode 好 那个就是什么 表示这个Hyper-wise mode 那除了这一外呢 事实上Arlu还有什么东西呢 事实上Arlu还有Trustro 对 所以如果说你把Trustro跟 Hyper-wise mode 把它整合起来 事实上它会有什么 它会有额外的模式 所以事实上 这个东西呢 是 这边讲的东西 这张图其实不完全对 所以我们只是 只是列出一个典型的这个 典型的设计 好 好 那接着我们看了一下 就是说呢 不管怎么改变呢 事实上Arlu一般来说 大概是这样 就是说 一个使用者模式 其他五个 或是更多个 都是这样 特权模式 好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可以存取的暂存器 数量是不同的 那我们称为 这件事我们称为叫什么 注意到这是Arlu的术语 这个叫Bank and Registrate 好 所以就是说 事实上呢 整个Arlu的这个暂存器呢 事实上呢 它实际使用的时候呢 它不会让你用全部 它可能会有这样 它可能只给你用一部分 就跟银行一样嘛 银行这个放款贷款 这个东西是怎样 这个东西就是 它 事实上你能够处理的资产 永远只能看到一部分 好 那所以 事实上呢 你可以看到什么 Use More Use More System More 你可以看到什么 你可以看到的 所有的Registrate 可是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在其他模式 基本上你看到暂存器 有效暂存器只有看到非常少 就是这样 很多都被屏蔽了 那其中有个东西很好玩 叫FiQ 那FiQ呢 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FiQ 然后这边还有个什么 IRQ 这不同的模式 那 不要说中断发生的时候呢 像是网路 像是什么 像你每天在做的事情嘛 去触碰你的什么 萤幕 那触碰萤幕的时候 其实它会触发中断 那触发中断的时候 它这个中断请求呢 可能会对应个 呃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Vector Table 下面还会再提 Vector Table 所以我如果是在Vector Table里面注册 所以当中断发生的时候 处理器会切换状态 去Vector Table里面找什么 找R Interrupt Service Booking 就是说我记得Interrupt Service 发生的时候 我有没有对应 可以处理这个中断的一个程式嘛 这个东西叫ISR 如果有的话呢 我就跳进去执行 这个东西 所以本质上的IRQ 就是这样 所以我基本上中断进来 切换状态 执行 执行 然后会返回 这证明什么大问题 可是呢 有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 我们有时候希望呢 这个 成本会比较低 因为你想一件事 如果呢 ISR执行到一半 又有一个IRQ出现的时候 我该怎么办 所以往往需要怎样 需要把目前状态存起来 去处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Interrupt 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麻烦事情 这个东西我们称为叫什么 Nested Nested Interrupt 好 这边特别提醒大家一下 这个Nested这个词 这个Nested这个词呢 其实它翻译呢 其实叫做什么 叫做潮状 不要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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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千套还套钱 我也不知道什么鬼的 那个是对啊 拜托尊重我们的文化 这东西叫潮状 潮状中断 我觉得讲起来很顺嘛 好拿回来 那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这Nested怎样 不要说我原本的在这个IRQ1 就是我中断发生的时候 我到IRQ1发生 它就对应到一个ISR ISR 那ISR执行到一半的时候呢 又有一个更高优先权 最高的我会让ISR1 执行完 所以呢如果有个更高优先权的这个Interrupt 注意到这个这个优先权呢是怎样 是以我们设定设定的方式来看 或者说以硬体的行为来看的话 所以更高优先权的Interrupt 发生的时候呢 它就对应到呢 就势必我要这样 势必要把这个ISR2 把它这样换去执行 因为毕竟它的优先权比较高 所以呢这个ISR2执行完呢 才会怎样 回到ISR1 好 那整个ISR1执行完呢 才会回到原本被中断的这个程式 这个东西叫做什么 这叫做Nested Interrupt 好那你可以想象一件事 这个Nested Interrupt发生的时候呢 整个什么 整个城市的延迟时间其实会这样 会增加 而且更麻烦的地方在哪里 更麻烦的地方是在于说 今天2的时候呢 事实上我往往需要怎样 需要把ISR1 所有的战争器先保证起来 对不对 因为它一旦被 被 一旦跳到ISR2的时候呢 那个战争器都会被改掉嘛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事实上呢 我们要能不能去缩减这个时间 就这个 进入这个的时间 所以这是一个很 很有趣的问题 那往往呢 在UN的这个设计来讲的话 就是一个 Intra大概需要 4个cycle 24到40个cycle 完完全取决你的 处理 但是24个cycle是少不掉的 那有些做一些 比方说Linux 那更复杂 那40几个cycle 都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 我能不能降低这部分的成本 降低这部分成本 所以有个东西很重要 就是要做什么 FIQ FIQ的模式 那FIQ呢 它有一些实际的应用 那包括Android的朋友都知道 就Android有个东西叫AFIQ 很潮吧 对不对 FIQ 那用到跟ADB 还有一点关系的 那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来参考一下 就是很好找 找Android FIQ ADB 事实上它就有一个实际的例子 就是说Android 怎么用到FIQ的机制 FIQ的想法就是说 因为以前 FIQ呢 遇到什么 遇到Nasty Intra的时候呢 你要花很多时间 去保存 这样的状态 那FIQ呢 让你做到什么事 它可以用硬体缓存 而且 事实上呢 它整个程式开发是有限制的 但是呢 这个 它可以带来一个相对的 相对 相对短的 一个 Intra Latency 好 那 后面几个东西 我们会 后面几个模式 但是我们之后还会再探讨 所以我们有点概念就行了 好 接着呢 我们刚才不是讲过CPSR 那我们开始要认真来探讨了 注意到这张图呢 这张图呢 事实上它只对什么 Unclassic有用 Codex Codex M Codex M3 Codex M4 Codex M7 对不起 这张图呢 不成立 因为Codex M的话 根本就没有什么FIQ 然后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而且Codex M的话 也没有CPSR 所以主要 我们讲的是Unclassic Unclassic Unclassic的话呢 有个CPSR CPSR C呢 表示什么 Current 就是说目前的什么 目前的这个 程式状态 注意到呢 对Un的核心 就是 就是什么呢 作业系统是程式 你写程式 执行在作业系统之上 也是程式 所以注意到 这个 这个讲的Program 不是讲那个什么 档案总管的那个Program 不是哦 千万不要搞错了 对Un的来讲 它的术语Program 就表示整个软体的 这个程式 好 然后呢 那有CPSR之后 我们来介绍另外一个 本系叫 SPSR SPSR CPSR是目前的 那SPSR呢 它 我们可以把 目前的这个PSR 我把它存起来 保存起来的 就叫SPSR 那这里面呢 有几个 有几个 以CPSR来讲话呢 这里面有几个bit 很有趣 前面有讲到什么 NZCV 我们前面讲到 讲到那个 Condition Execution的时候呢 基本上就有讲到这个 Condition Execution的时候 有讲到这个 NZCV 那我们来看一下 NZCV在 对应到 CPSR 那所以呢 就是这几个bit NZCV 那NZCV 就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东西就跟什么 跟Alu有关 所以比方V呢 就明显 就Overall C呢 就是Carry N-0 这没什么大问题 好 那有趣的地方在 后面那几个bit 其实不是后面 应该是第一位元 那几个bit 这边是高位元 这个是第一位元 第一位那几个bit 表示什么 interrupt 就是它是不是什么 它是interrupt的状态 比方说你可以把 interruptRequest 把disable 这个你可以处理 然后呢 这个 再来是F呢 F是什么 表示这个FacedIRQ FIQ 那T呢 表示什么 现在on是在 on的状态 还是Thumb的状态 这个是我们正有提到 就是说整个on 变得 这方面非常复杂 就是说 开始有个东西叫什么T 所以 而且on beforeT呢 获得很大的成功 所以基本上 现在这个on的处理器 基本上都有这个Thumb 所以 但是问题是呢 Thumb是设计的时候 是16元变码 on原本是34元变码 所以其实 处理器是需要切换状态的 那我怎么知道on在什么状态 所以你需要PSR 所以你知道 CPSR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我们就透过这个 这个什么control unit 可以知道它目前的状态 所以我光做这个 其实我也会这样 这个东西会 如果结果 比方说overflow 我会更新在CPSR 所以今天设计一个作业系统的时候 今天设计一个例外处理的时候 其实这个CPSR资讯非常之重要 然后底下有一些比较详细的说明 就是比方说有耗的整数 什么操作的 接着呢 这个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如果我们把它列出来的话 那这边有几个 就是users 就对应到不同的状态 那这边有几个东西 我们来跟大家提一下 这个supervisor supervisor mode是什么呢 事实上这个很有趣 supervisor mode 它的设计 就是来开发 就是来让作业熊可以自行的 这件事很有趣 就是说在 我想一下怎么讲 在 早期的系统呢 事实上是没有作业系统这个概念的 我讲的早期1940年代 1940年代 ANIAC 第一台 第一台可变更程式的什么 的计算机叫ANIAC 那ANIAC呢 在1946年 1946年 发表 那是全世界第一台通用的 通用的 电子 电脑 那个 通用的电子 电子 电脑 对 这个念起来很倒水的 好 那它的最主要用途是在 用在什么 用在这个 Luge 美国 我们要知道 当时 这个 弹道 弹道运算 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成本 事实上 这个 我们要知道火炮的计算表 它是非常耗时间的 后面有一些参考资料 请你看一下 就是你很难想要说 我去投弹 比方说 你看那个盟军嘛 盟军在这个 在 二战末期 会做什么事呢 会 会尝试去把这个 会尝试去轰炸东京嘛 那当时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这样的计划在执行的时候 都需要花三个月 来做什么事 来计算 计算它的那个路径 所以它会有个东西叫火力表 即便用了好几百人 就是我记得那时候 用了两百人去计算 还是很大的力气 很大的时间 所以后来为什么会有ANIAC 基本上它是这样 就是跟 就是美国陆军的支柱 那由秉州大学去开吧 ANIAC呢 因为事实上呢 当时ANIAC X没有这样的一个处理器状态 但是后来 后来到1950代 1960代 这是非常重要的改变 1950代的开始呢 整个电脑就有这个什么 就有这样的观念 什么观念 作业系统观念 但那时候不叫作业系统 所以要发展太空工业 所以那时候搞了一个东西叫Project MAK 那这个Project MAK 有很多厂商 有很多单位投入 就是像什么呢 像是 像是贝尔实验室啦 然后那个MIT 这些厂商投入 那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我们刚刚讲Project MAK在这里 可以去查一下 Project MAK 那这个东西的关键地方是什么呢 早期呢 其实呢 这个东西呢 这个这个 这个Monitor 早期的 事实上没有做一种这个词 但是那所有的词叫什么 叫Monitor 而且更酷的地方是什么呢 更酷的地方是 这个比方是CTSS的CTS 那个C 那个Compatiles 跟谁Compatible 是跟FNS Compatible FNS表示什么 Fullchain Monitor System 对 不要怀疑 就是有个机器 它的用途来知情Fullchain 对 你现在都很难想像 一些怎么有电脑专门做这种事情 让很多Fullchain程式做科学运算可以这样自信 那你想做 我想做怎么办 要排成 那有些人的任务比较重要 所以有优先权 那有些人的任务呢 可以被取消掉 对不对 所以他可能知道吧 有重新排成 类似这种需求 所以你可以看到 早期呢 在1950年代 1960年代 开始有个什么 开始有一个这样的观念 就是设计Monitor 那为了要有效设计这个Monitor 事实上处理器也是要改变的 所以比方说 这个所谓的这种特权模式 好 那Under来讲的话 它的特权模式叫什么 叫做SBC Supervised Mode 另外一个东西叫什么呢 叫做Undefined 这个模式非常之重要 这个绝对不是字面上的处理 你们看到右边 跟你想象中的左边的 完全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才要讲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在做什么 这个东西是在做的机制 一件事 从Undefined以后 支援很多不同的什么 不同的extension 比方说VFP 我们之前有讲到这个 上一讲讲到这个VFP 那VFP的话 本身上它是一个extension 它实际上它就是一个co-processor 所以事实上 VFP那些指定 基本上都很简单 就V开头的 就是向量的加法 向量的乘法 或者乘加 这种操作 好 那问题呢 如果呢 原本的程式去执行 再讲一次 假设呢 那原本的程式是针对什么 就是 假设这东西是什么 这是co-processor 那我写一个程式 然后让co-processor去执行 这OK 可是呢我今天如果把这个co-processor拿掉的时候呢 诶 那原本程式不就不能执行了吗 对 那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 所以这时候呢 即便原本程式不能执行 但是会跳出 数理器会跳入一个状态 叫做Undefined状态 为什么 因为找不到co-processor 那 我们这时候可以干嘛 所以就说 如果你没有co-processor的话呢 反正我这个怎样 反正我做一些 我可以去注册一些服务 就是说 当我发生Undefined的这个模式的时候呢 我干嘛 我呢 就 找出对应的是吧 我就去模拟 这早期呢 这东西很常见的 比方说 早期的Intel有个东西叫什么 叫做MX Pentern呢 这个产品现在出来很有趣 Pentern呢 提出呢 不是MU啊 MX Pentern这个产品 注册成商标的 所以Intel从486以后呢 就把那个名字都改掉了 就是 因为数字没办法变商标 但是英文字可以 所以Pentern才能够变商标 所以你注意到 Pentern呢在写的时候 后面都有一个R 刮起来R 表示什么 表示注册商标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Pentern的产品线 Pentern这个产品线很好玩 它事实上呢 里面它有个东西叫什么 它叫MX 那它就是所谓的什么 所谓的这个SSE的前身 好的Pentern是没有的 所以当时的那个产品叫什么 叫做Pentern with MX 好 那问题呢 如果你的程式呢 是针对Pentern with MX 去撰起的话呢 好 那如果你这个code 拿到原本的上个Pentern 另外一个Pentern的时候呢 会发生什么事 那就会不能执行嘛 所以 但是 一个程式不能执行的时候 使用者会怎样 使用者当然生气啦 直接骂说处理器烂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 所以那时候呢 会有个东西很好玩 叫做MX的什么 模拟器 这个 所以事实上呢 这个东西很久了 这个东西 久到我脸忘记在什么年代了 反正 20年前我用电脑的时候 就我这玩页了 那时候有没有 不不 没有到20年前 17年前 17年前 17年 或是18年前 那时候就有这东西 所以 这个手法呢 是很常见的手法 所以我们要知道 做模拟器这件事 不是高不 高不可测 或者说 呃 它只是为什么做什么玩具啦 或者说呃 做什么 做刷循的 simulation 是很正常的 因为你往往会缺乏一些co-processor 或者说你的co-processor有些限制 导致它不能用 或是它有些错误 这件事都是会 都是会出现的 或者是什么呢 你想要去拦截某些指令的行为 像 像那个Linux Linux 它的 它也有一些什么 它的也有一些刷循的 那个emulator 就是 它想要去拦截指令的行为 所以像是这个 呃 Puff啊 好 那 所以事实上呢 这个 这个on的extension喔 其实基本上是 是蛮多的啦 像刚才提到这个Java 那Java它可以去执行 它可以直接 直接怎样 直接来硬体 直接执行这个Java by call 所以对以前的 对以前的装置来讲 这个很重要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就说这边 这边 这边有一些 呃 这个什么 这个列表 所以我们再帮它复习一下 所以呢 Linux Tbits Tbits在哪里 Tbits在这里 Tbits呢 如果是设定成0的话呢 表示什么 它在 on模式 那 反过来说呢 如果是Tbits设成1的话呢 表示Thumb Mode 那它就是指令的 指令的就是16位元 然后呢 除 呃 指 有效的指令也会变少 你可以看到有效指令变差很多 然后呢 再次我的什么 我的范围呢 也会差很多 就它的这个 它基本上都有支援这个Conditional Exclusion 但是在Thumb Mode的话呢 它实际上只有这样 只有Branch能够支援Conditional Exclusion 这件事很重要 好 先把这个词记下 等一下会再讲 好 然后呢再来是它的这个 暂存器的范围也不一样 注意到啊 所以这个 这个原本按的模式呢 什么 就是 15个GPR再加PC 但是呢 以Thumb Mode呢 基本上就差很多了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这也是ARM跟MIPS的一个很致命的差异 ARM的设计的时候呢 这个很好玩 这个 你以前在学习这个prone counter的时候 尤其 尤其 比较 如果你从个人电脑开始学习的时候啊 那通常你会听到什么 prone counter啦 或者instruction pointer啦 prone counter是 捡起它PC instruction pointer的话捡起它IP IP这个词是intel教育比较常用的去 好 不管怎样它 不管呢 就是PC指向下 就是什么 PC指向下一个指令的位置 这个东西 你好像觉得没什么意外 对不对 可是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ARM的设计很怪喔 以ARM的模式来说的话呢 叫什么 8 bytes ahead 所以也就是说呢 这个事实上呢 当我们要执行ARM的指令的时候呢 这个要读取的这个 下一个位置呢 事实上是PC加8 ARM它的指令宽度是多少 就4个byte 32位元嘛 所以 以前你会预计说 就是说PC是指向下一道指令 所以下一道什么 下一道指令就应该是PC加4 但实际上ARM的设计是什么 PC加8 好 好 这件事就有一点点奇怪啦 所以你看喔 以画面中这个程式来讲的话呢 就看到很好玩的东西喔 ARM的组合园是这样喔 ARM的组合园是这样 这个是PC 然后呢 这个是Source 所以就以这边来讲话 你可以看到什么 我Source就是 我这个PC的值 PC的 PC的这个 这个 我把这个 PC 我把这个PC所指的这个值取出来 然后把它载入到PC上 然后 这个 这个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呢 这个东西呢 就有点奇怪啦 你看喔 请问这时候PC 就是这时候啦 这时候PC 到底它的数值是什么 它指向的地方在 事实上它指向的地方在 在这里 也就是D 这个DCD 先不管它什么指令 反正它是 事实上 这个PC其实指的是这里 所以 我把这个地址载到这个PC 所以 等下执行的时候呢 就会跳到这边来 所以 这个东西 就是ARM跟MIPS 非常大的一个差异 就是说 它的对这个PC 的这个 取法是这样 好 那所以呢 这样的话呢 这样设计有Pipeline里面 就是说你想像 画面中这样 就是Pipeline里面 我在做Branch的时候呢 或者我去修改这个PC的值 像是吧 像是这样 其实会做的 会做成什么 会 会有那个Pipeline Flash 然后呢 ARM10以后呢 ARM10以后呢 主要是针对这个ARM 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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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会把Pipeline所有指令 执行完 才会去做中断的事 这件事很重要 这是ARM的一个设计 所以这件事啊 其实蛮关键的 我先把这东西有点概念 我们等一下会 会 我们等一下那个 休息时间 会 好 然后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休息到这个 8.55 8.55 好 那 大家可能会好奇啊 就我背后这个 到底背景是什么 这个 背后东西很好玩 这个背后就是 呃 今年会 打到太空里面的那个 这个火箭啊 这个 每次办直播 我们就要来 来打个广告一下哈 就是 可能大概从2008年开始呢 有一群这个火箭大叔 呃 这群火箭大叔呢 他就是 很狂啊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啊 就是好 好 总之就是有一群很狂的火箭大叔呢 从2008年开始啊 就是 呃 投入了非常多的 资源啊 那 呃 去开发这个火箭 好 那这个开发火箭呢 这件事很有趣啊 就是说 事实上呢 呃 以不精确的估计来讲啊 这个火箭来讲 有可能是可以在台湾制造的 台湾发展的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好 那 你可以在 ARK的网页上呢 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影片啊 这边就不播放了 然后也有 呃 这种募资的计划 那 呃 我想讲一下 ARK跟我的关系啊 就是说 在去年的时候就是 呃 ARK的这些火箭大叔 不知道 我觉得 讲到他们 我还是觉得他们很狂啊 好 总之这些火箭大叔来找我 要找我干嘛呢 好啊 来写什么程式 火箭的控制系统 我说我又不懂 我怎么写对不对 好 那所以呢 我就去写 然后 然后我们背后 这是我们火箭 火箭控制系统的一部分 好 当然 后面那个东西绝对不可能 只有那样子就会动了 好 总之呢 就是今年我们就会有这个 火箭的这个发射 那这个 要挑战的就是 100公里 或是更多的 那所以我们 其实 到2016年 那基本上有 有很多这种 蓝料的 那种动力学的 气体动力学的问题 已经 已经逐渐理清了 那现在很需要的人 是 呃 软体开发者 对不要欢迎 如果说你跟我一样 只会敲键盘 那没关系 因为我的技能 就敲键盘 我只会两个东西 就是 一个 手指头嘛 跟舌头 所以这两个头 比较 比较 比较灵活 其他都不太行 那所以 你如果跟我一样呢 其实 你可以考虑一下 那我们需要哪些人才呢 以软体来讲的 需要哪些人才 就基本上就是 即时系统 那Linus 还有一些效能分析 那如果说 数学 对不要怀疑数学 那那数学就是 如果你对这个数学有兴趣的话 是这种数学 行事化验证 就是 基本上就是高 高尾 就是如果说你的高等位积分 学得不错的话 赶快来 拜托来 这种行事化验证 那它就是 你可以把这个词记一下 那基本上你如果对高尾 学得非常有兴趣的 就是非常欢迎加入 那你可以单纯来 只是来算数学也可以 然后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 就是 系统管理 就是像网路的 网路的这个网路管理的部分 还有一些就是 所以我们会开发很多工具 所以其实我们非常需要认 好 那广告打完了 继续就好 我们在休息之前呢 有探讨一个东西就是这个 prone counter 这两个东西 它的其中一个显著差异在这里 所以我们在现代来讲 学很多东西都是 你会看到很多东西都是相似 看东西都是相似的 我们不需要学相似的 因为 一堆东西都是相似 相似的 相似的东西你自己会发现 我们要学的东西其实是 什么 这个 相似里面找出不同 不同的地方 而且如何解释都不同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prone counter 好 在这里 就是说 为什么 为什么 un的prone counter 是向 他的地址是什么 指向 下两道指令 好 这个东西呢 其实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整个 整个处理器的设计 注意到一件事呢 就是说 我们今天比较 我们这一次的讲座 讲的MIPS 全部都是旧的MIPS 注意到 就是这个讲座 就是 这个讲座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讲的都是旧的MIPS 新的MIPS 有一些修正 所以这个 那个东西稍微负载点 我就不探讨 好 那注意到一件事呢 就是说 事实上呢 这个涉及到 Pipeline的架构设计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UN的设计是这样 就是说 UN的设计呢 其实呢 它是这样 UN的设计在Fetch阶段 所以比方说像刚才你还记得 刚才那个指令嘛 那指令在做什么 它去修改PC的值 所以我就要知道 PC的值是什么 所以UN的设计来讲的话呢 它是 往回头看 注意到 这 从执行阶段 往回头看什么 看Fetch的 Fetch阶段 它的设计是这样 所以导致什么呢 导致呢 你看喔 如果我在这个时间点 没有先把这个公平指出来 所以我往回头看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 我会找不到 好 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设计 它会Forward 所以这是Fetch之后呢 它PC只是假式 然后一路会Forward到接下来Stage 所以每一次 每个Stage都会Forward它的PC 所以注意到UN跟MIPS的差异 所以下次如果人家问说UN跟MIPS的差异 你可以讲相似 但是比方说有第一个不同 第二个不同 第三个不同 第四个不同 第五个不同 第六个不同 第七个不同 你可以慢慢讲 所以就是像这边说 你刚才说 你跟林辛茹长得很像 拜托 你刚才跟林辛茹长得不会差太多 对不对 你有眼睛有鼻子 他有嘴巴 然后你也没有比他高个两倍三倍 所以基本上你跟林辛茹是差不多的 对不对 或者说你跟那个 像我跟林志也不会差太多 对不对 也是有血有肉的 但是 对不起 这个好像不是好的对比 对比好 我们继续好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什么东西 提到interrupts 有一个东西叫Vector Table 在讲到Vector Table的时候 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 我记得有一次 他是04年的时候去参加一个研讨会 参加研讨会 然后就遇到那种一个阿伯 一个阿伯 就是真的很老 这个胡子 胡子 就是满满的胡子 然后呢 他演讲的时候超嗨 他演讲的时候麦克风 一般来说麦克风都别在 比方说别在这个胸口 对不对 那这个 要用吊的 因为有些女孩子可能穿肉肩的 他那时候 可能要找个地方来吊 可是那个阿伯不是 那个阿伯是 他就把麦克风 夹在他的胡子上面 就是满满的胡子 好 所以这个阿伯呢 他说 而且很有趣的就是我发现他什么事 他演讲的空档 他还在写程式 我真的吓傻了 所以他演讲之后 我就跟他鼓起勇气 跟他打算 打算什么 跟他聊 很多 反正就跟他聊 你是不是第一次来台湾 反正是对啦 反正是什么问题 然后 后来终于跟他聊一些 比较深入之后 我就开始问一些 我把我过去不懂的东西 都拿出来问 比方说 为什么叫Vector Table 所以我就问这个问题 我讲什么叫Vector Table 好 他就拿出白纸 很仔细的跟我讲 他就从数学看 教对比方说数学 什么叫向量 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矩阵 就开始讲这个向量矩阵 我还是不懂 他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 当然你懂了 我就不讲了 所以中文叫做向量 但是其实你要想一件事 向量是什么 有方向 有数量 而且更重要的是 向量来讲 他是有明确什么 明确的开头 跟明确的 明确的开头 跟明确的什么 的镜头 有开头 有镜头 这个是这样 这是明确的 所以我们用Vector Table 来描述什么 描述一个开头 跟一个明确的镜头 所以我们今天发生中断的时候 处理器会改变状态 就是 触发Intel Vector Table 是这样 它不是立刻处发 事实上是这样 是处理器会依据Vector Table 里面找出有明确的开头 跟明确结束的部分 所以他去查 它是哪一种中断 比方说它的中断是属于 网路的中断 网路中断如果在Vector Table 里面有注册 它对应的明确的终点 那我就跳进去 否则我不处理 所以注意到 Vector Table 基本上它的存在就是去记录跟结束的 Vector Table 在On来讲的话 事实上有什么 有好多的不同的模式 所以我刚才有提到 但是这边我讲的是Exception 所以你会发现 脑袋有些词有点转不过来 你看到 这个东西叫什么 这叫做Exception 对不对 然后你看到什么 又看到Antify 然后又看到什么 Aborts 又看到Interrupt 然后你会跟刚才看到东西 好像有一点点 好 注意到这个东西 这个Arts 会有什么 不同的模式 一个叫Mode 一个叫Exception 先有点概念 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再看 所以一个叫Possession Mode 另外一个叫Exception 所以Possession Mode跟你讲什么 处理一下现在在什么状态 所以这个模式 你可以在哪里可以找到 你可以查询什么 透过CPSR的查询 你可以知道它现在跟T等于1的时候 它会知道它不同的模式 但是我们刚才讲的东西叫什么 叫做Exception 在其他架构来讲 它可能会有三个词为区分 一个叫做Exception 一个叫Interrupt 再一个叫做Trap Trap 很好玩 有没有 你在Google的时候 你找什么Trap跟Exception 然后你会看到 你会有人 讲了一大堆 什么叫做Trap 什么叫Exception 但是酷的地方是什么 事实上 以On来讲的话 你都可以忘记它了 On来讲的话 它不区分这个东西 所以对On来讲 Trap也好 Exception也好 Interrupt也好 你从此之后不用被什么定义 它们都是一样东西 只是说 一个是源自于什么 源自于处理器内部 一个是处理器外部 源自于处理器外部的东西叫做 就是内部的Exception 但是全部东西都叫做Exception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什么 向量 Vector Table 所以它的开头在哪里 这里 开头 所以事实上 我有明确开头的地方 在指开头 明确结束的地方就是 你对应的intra handling 所以比方说 我开机的时候 会有个Reset Reset 会有个Reset handling 然后发生前面讲的 Undefined Estrush的时候 它会进入Exception 它会对应的什么 去找 在里面注册的什么 注册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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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ruction handle Undefined instruction handle 那再来是 Sober Interrupt Sober Interrupt 非常重要 Sober Interrupt 基本上就是 我们用来实做 系统呼叫 对不对 作为系统会提供系统呼叫 系统呼叫的行为是什么 当我有一个程式 执行在某个模式 执行在某个模式 然后呢 我开始用什么 处理器会改变状态 会切换到什么 Supervi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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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ll 所以实际上 其实使用 那个处理器就切换模式了 那这时候呢 就跳到作业系统去执行 那作业系统去判断 这是哪一种系统呼叫 可能是Write 可能是 网路的操作 总之它就做出对应的处理 然后呢 更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软体中断是唯一可以透过软体这样 明确决定 它都没办法明确决定死去 你没办法决定什么时候发生 但是软体中断是唯一怎样 可以用软体决定它是死去的 好 那特别注意到一件事 这个表 画面中这个表 事实上它只会按Classic有效 对 你在说靠又来了 对没错 到CodexM的时候呢 对不起 这张这个表又不成立了 那你会觉得很坏 很讨厌 好 但是在OnV 讲说这个CodexA的系列呢 这张表部分成立 就是说 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呢 事实上呢 On呢 会有On的指令 但是On的指令 会有随着不同的Profile 随着不同的什么 不同的Core 会有些差异 更麻烦的地方是说呢 我们在上一讲有提到说 On其实还有一种license 很特别 叫做Architecture License 也就说像Quadcom NVIDIA 还有 还有这个 Mabel这些公司 这些公司 这些公司怎样 它跟On 只是 所以架构改变的话呢 这张图 就是这些细节呢 随时都有可能会变更 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要考虑进去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下去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Exception 然后接着我们来探讨一个东西 叫做 叫做指令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指令 那On的指令呢 基本上它是 就是 注意到 到On V8的时候 这件事 稍微复杂一点 就是 有些比较特别的地方 但是本质上 都还是都Store架构了 然后呢 这个On的设计来讲的话 是所谓 Free Address Instruction 然后 或者你可以叫做 Free Address Code Free Address Code 这件事在 如果你以后有机会接触 那你会再看到一次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 其实这很容易懂 只是名词写的比较厉害而已 比如说呢 你看左边 左边有什么东西呢 左边呢 是一个 这个 这个 还记得吧 这个果种的东西吧 对不对 二元一次方程式 对不对 一元二次方程式 反正诸如此类的东西啊 b平方-4ac 那 这个b平方-4ac的时候呢 就是b平方 对 b平方-4ac 好 那 你就有这个括号 然后你就会有什么 什么大问题呢 以 程式语言的解析 以程式的执行来讲 或者我们这个讲 叫做Ctrl Flow 就是整个程式的流程来讲话 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 因为我要需要非常多背景知识 比较多以这个例子来讲话 我要先把这个部分 这个括号 我们把它标起来的地方 先做完 先做完之后呢 再做另外一个 这个东西做完 把这个两个结果这样 分别写下来 再拿这两个结果拿去除 然后呢 而且一开始还要知道什么 一开始还要知道 这个东西呢 先求这个值 求值我们称为叫什么 Evaluate 然后这个 开根号 开根号 你要干嘛 先B平方 对不对 然后-4ac 你要知道干嘛 先乘除后加减 所以你要先干嘛 先乘 注意到 平方也是一种乘 平方就是乘自己 但反过来说呢 你如果把它转右边 好像程式码变多了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右边这个模式 是不需要知道operator的优先权 右边这个模式甚至连括号的概念 都没具备 这个不算括号啦 这个是function call 这个不用算啊 所以就是说 以右边来讲的话 你对优先权 你对什么 先乘除后加减 你对括号 没有概念 是不需要有概念的 所以不要小看这件事 从左边到右边 是很多边一起在做的事情 那 这样的发 这样的东西 我们称为叫 3-address call 那所以比方说 你向这个左边的负回圈 转成右边就是这样的一个 3-address call 这样的call 基本上讲 已经很接近什么 很接近目的端的什么 组合员了 所以注意到 所以ARN的风格 基本上也是这样 所以用3-address call 那比方说ARN来讲的话 他就会 这边就叫做什么 Destination register 这个东西叫source register 所以这样变成一个什么 3-address call 那 我们再 有另外一个系列叫什么呢 叫做 你所不知道的 西语言 这个你有没有觉得 网址很奇怪 什么叫做 dykc dykc dykc的全名叫什么 叫做 就是叫 Do you know c 对 那当然你也可以画一点嘛 Don you know c 难道你不知道西语言嘛 对不对 反正这个问号看你怎么写吧 所以这个 你所不知道西语言呢 基本上我们有个 有个系列叫什么 编译器 所以如果 对刚刚的 3-address call 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 那这边有录影 就是你事后可以来 参考一下这边录影 那里面有讲到这个 编译器 在做这个 3-address call的分析 那基本上这个东西 本质上就是这个 Risk风格 Risk风格 这个表示 那当然你有可能好奇啊 这东西怎么转 哇 这都我们还是要讲一下 就说这个东西呢 事实上呢 这个对整个编译器的最佳化 有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 你以前可能在资料结构的时候 有学过什么 从post fix 从post fix 转in fix 那或是prefix 转in fix 反正就是这种东西 但是你会发现说 你以前转的时候 可能是透过一个stack去写住 它这个东西 其实它有需要一些理论背景 那总之就是花点时间去看这个 看这个 底下 你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的话 那再继续看呢 就是说呢 注意到 其实不是每个啦 是几乎每个 那 当然我们讲的地方是什么 在按摩的时候 可以做conditional execution 刚才还是 到讲到目前还是没讲 没关系 先把这个名字记下来 然后呢 按摩呢 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前两个是传统risk都有的 但是后面几个呢 后面几个就不是传统risk有的 这是按特有的 或者按摩是 可以一次load store多个占损器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占损器 多个 所以我们称为叫multiple load multiple store 不过正确说法是什么 按摩的数据叫做load multiple store multiple 但是就是多个 多个的load 跟多个的store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呢 还记得刚刚也不是讲个东西 叫battle shifter battle shift 再讲这个shift 然后 所以 这个东西呢 可以只结合 所以 这句话在讲什么呢 这个东西可以结合 好 这太美妙了 结合 想要结合 都是想要结婚的 但是你可以把它当作一起 就是反正结婚 你知道吗 A跟B要结合了 就是这种感觉 对吧 那A跟B结合的时候都要做一些事 就是要先宣告 对不对 就是说某某人 是不是用意成为某某人合法的旗帜 因为很懂嘛 所以这个 A的这个设计很有趣 要很想 为什么这个东西 我费要shift跟阿路拼在一起呢 A有个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 要去提升指定的密度 密度 记住这句话 密度 这是可以提升指定密度的部分 好 继续谈讨 然后呢 那 刚才不能卷到下面去 既然卷下来 我们就来描一下好了 对不要怀疑 这就是组合语言 魂牵梦银的组合语言 对不对 好 那 我们接下来怎么讲呢 你们发现这超多的对不对 对 没错 我们就在讲出去 它只是一个表示法 表示法 好 那A的这个指令 基本上可以分三大的 基本上就是 是处理资料的 还有 资料搬动 集体的称 处理 这两个有时候搞错 对不对 注意到我们今天讲这个资料的处理 资料的处理一般来说是什么 这边讲的东西是在暂存器里面的 但是这个DataMove在讲什么呢 是针对这个 TocoBar 这前面几个都是讲暂存器的 更正确的说法是针对这阿路的 然后呢 那再来是什么 Float Control 比方说这个跳跃 这个跳跃 这个跳跃 那个讲到跳跃呢 真是太好玩了 这个 像我以前的乐趣 好啦 现在也是啦 就是我 以前的乐趣就是怎样 就是 我有时候等人嘛 或者说没有灵感的时候 去出去 去路上看到那个 那个 汽车 然后去看车牌 好 这是我乐趣 然后更大的乐趣是什么 就是有些 有些那个什么 有些那个 比方说 比方说你的什么 比方说 这个车牌呢 可能是什么 BRA 什么 001 010 这种 就是BRA010 这样乱打 咦 这样还找得到 太害了 所以比方说车牌是长这样 那BRA是什么 BRA呢 好 所以不要怀疑啊 这东西呢 叫做BRA 对 有没有 满满的BRA 对 有各式各样的BRA 有CCUP的啦 BCUP的啦 不能我们不能讲这东西啦 这是物化的 这是物化什么 物化处理器 没关系啦 处理器 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 没关系 所以你看 有C的版本 有B的版本 然后又用什么 就是说BRANCH 而且注意到 CONDITIONAL BRANCH 好 所以呢 我那时候在路上 最大的乐趣就是 去看车牌嘛 有没有看过的字令 BRA是一个啦 STI啦 STL啦 然后 什么 STE啦 什么之类 反正就是很喜欢看那些什么 看那个 英文字跟我背过的 那个组绘员有没有相关 好 那 我们一个什么 资料处理 主要是在暂存器里面的 R路的 另外一个是机体 再来是Full Control 好 那我们终于前进到什么 前进到Battleshift 所以 刚才要讲Battleshift 终于要来讲 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 Battleshift 其实它是在R路之前 好 R路之前的东西呢 这东西 扮演非常之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们就帮它移动一下 一动一动一动 Battleshift Battleshift Battleshift基本上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后面有看到警号的 这个警号 这里 好 这个警号后面是一个数字 好 可是你可以看到很好玩 如果你把 你把 这个指令 这个 你可以看到一个指令 这个指令好玩的地方是吧 R3 再加上这个警号 这个警号是什么 这是立即表示式 所以立即表示式 表示一个1 注意到那是 show R 就是SourceRegister 然后这是什么 这是SourceValue Source的一个 直接表示式的值 然后所以就是R3 加上1的值 重新Assign到什么 Assign到R3 所以R3 其实就是什么 递增 递增1 那 这个 再来是这个什么东西呢 就表示这个 好 注意到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写到R7 好 那R7呢 就是FF 好 就是把这个 把这个 把这个 把这个值 取出来 好 然后呢 但是呢 我们接下来讲这个吧 想讲的东西 这不是我们真的想讲 我们讲的是BailShift BailShift 讲之前呢 我们就要先讲一个东西叫什么 叫做Way 所以比方说 比如说 资料长这样 然后你 往这边推 这边是左移 那通理呢 你这样推叫右移 注意到 那 但是 左移跟右起来 还是有差别 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方向 差别在 有没有号 有号 跟五号 所以其实有两种 一个叫逻辑的左移 一个叫逻辑的 逻辑的 一个叫算术的左移 所以他知道一件事呢 这个A开头的东西 表示什么 算术 算术 算术呢是有正符号的 所以注意到 算术有正符号 所以比方说呢 算术的左移也好 算术的右移也好 sign bit 就是原本是正 正号就是要正号 原本是符号 就要跟着说符号 所以事实上呢 有两种 一个叫做逻辑位移 一个叫算术位移 这个也有叫移位 中文就是 蛮讨厌的 这个好像怎么看得过对 好 然后呢接着我们来看一个东西 接着来看这个东西 所以betalshift在哪里 betalshift就是这个东西 我刚才不是看到一个锦号吗 所以如果呢你的锦号前面又在讲 所以我可以先位移 又把它assign进去 所以这东西好玩 其实以MIPS来讲的话 你要写两道指令 但是以UN来讲的话 这东西叫betalshift 所以就是说 我可以先把一个数值做调整 数值有调整 所以我调整什么数值 你看到 R0 我干嘛呢 R0的词位移一个bit 然后重新存到哪 存到R1里面 所以这个很酷喔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R0是这样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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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后面很多 后面1111 那左移的时候呢 左移的时候 这东西我不见嘛 所以我冲到 不用管前面那个东西 所以你看 我先把它左移 左移 注意到它是什么 逻辑的左移 移动 那移动完的时候 就是1111 然后后面怎么办 就补个0 然后补完0之后呢 把它值就存到R1里面去 所以这个移动之后呢 就存进去 所以这东西啊 这东西在做什么事 这边在做的 bell shift在做什么 逻辑 左移 逻辑 右移 就是这种位移 这种位移 位移做完之后呢 再把它丢到这个 算数逻辑里面 就是R路里面 所以这件事好玩的地方在哪里 这件事好玩的地方在于说 事实上呢 原本是两道指令 这样的话做完就是这样 剩下一道 这是一个应用 比如说 省一道指令你爽 大家不要千万元 不要想问这件事 我们要知道一个东西叫什么 Cash 地底的快取 好 不是快取吧 那个快取 不要再想 那个是悲剧 对不对 什么都是假的 对 对 这种东西啊 还是暗是真实的 暗为什么是真实的 你看 你每天是用手机忠实的 跟你一起过生活 对不对 你会把男朋友带到厕所里面去用 不会啊 你不会跟男朋友一起蹲马桶 不会啊 但是你会对着什么 心爱的暗处理器 一起蹲马桶 对不对 所以这才是你的真爱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 这个东西呢 指令密度越高 然后更有趣的地方是 如果你的指令密度越高 而且你的locality够高 locality够高 表示什么 你不管怎么执行 你会发现 大概都是在相近的地方处理 所以表示说 你的指令可以怎样 可以在cash里面存在 在cash里面存在呢 它的存取数据就高很多 所以这个注意到 我们不是只是为了让cosize变小 往往可以让什么 cash的使用 更好的说法叫locality 可以让对效能实际会有影响的 但是很不幸的是 unviate 因为考虑到这个baleship 实在太复杂 就把这个东西丢掉了 所以注意到 今天讲的这个东西 baleship 就是画面中看到这个东西 它只在unclassic 跟unviate存在 unviate 那种a64 对不起 a64不管你这个鸟 但是unviate里面也有a32 a32就是这个东西还是可以用 所以注意到 你们觉得通脑有点困 对不对 好再讲一次a64 但是如果你的64位的unviate里面 它有支援a32 那画面中这个baleship还是可以用 因为它向下向楼 好 好 那这个东西还有一个神奇的妙用 像这样 就是如果说你把什么 你把这个r0的词 往左位 两个 那也 也就是说什么 其实这个圈起来的地方就等于什么 右边这个 好 然后呢 在 所以它就等于什么 就是相当于是把 对啊 往左位 好 那你说 欸 那如果我把这个nob改成add的话呢 nob改成add的话 发生什么事 好 那就好玩啦 改成add的话你看 如果是往左位 就是你想让 中间再写一个是吧 就是 我写一次 好 所以原本的指定长这样对不对 所以 这个东西等价于什么 等价于 等价于这个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做一点 变换 我们把这东西改成什么呢 我把它改成 这样 就是 我把它改成 add 拿着r1 然后 所以这件事就有点奇妙啦 那这 你会得到什么东西呢 你会得到的东西是 这东西再加什么 r0 所以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r0什么 r0乘以5 为什么 这个前面是乘4嘛 再加一个1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 可以快速的用一个指定 可以得到一个r0乘以5 而且最酷的地方是什么 一般来说惩罚的cycle count 但是用这个battle shift 基本上你可以控制在 控制在比方说两个 两个cycle里面做完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种处理方式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这个叫battle shift 最重要是来提升的 指定的密度 好 接着呢 那我们来讲一个东西叫什么呢 叫做condition conditional execution 这个 这个on的术语有时候写法很奇怪 有时候叫conditional execution 有时候叫condition execution 也就是说文章 好 那我们前面有讲过on的指定呢 也就是 当然我们这边讲on的指定 还是讲a32 a32很多指定里面是怎样 是属于这种conditional 那所以我们来讲一下什么叫conditional 好 我们来讲一下这段code 它是做什么事 做加法 可是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个s 好 这个s很好玩 如果你有s的话呢 表示什么事 这个有s表示它会怎样 它会去更新 好 那所以呢 以这边来讲的话呢 像加法会遇到什么 会遇到什么 会有carry back 会有那种净位的问题 所以这个ADDS呢 会怎样 会去更新 更新的carry 如果说有发生这个 发生什么 carry的状况 好 好 那所以也就是说前面讲的这个 那个CPSR 它那个 这个内容就更新了 好 这是什么 这是psr部分 所以呢 conditional execution 在讲什么呢 就是说你看喔 我们前面讲那个NZCV 好 再复习一下 NZCV NZCV 这里 就是说像刚才如果说我前面先做一个ADDS 所以当我有carry的时候呢 这个bit会更新 好 那这个bit的更新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意义可大 这又是on的一个巧思 我们在之前有讲过什么 on的专利对不对 这东西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这个 这一次的讲 action execution 是专利 battle shift 对不起 还是专利 唉 这有时候想起来就很难过啦 你知道什么啊 这个 如果你要做一个更on相容的处理器呢 你 立刻就被on告了 就是 我们在上次的讲座也有提到 就是 有些网友帮忙 补充一些资讯 这个就是 其实比较麻烦啦 因为 你可以很容易 照着这个规范 就是 任何一个 合格的 及格的 自公的on的处理器 应该都要可以 如果做不到的话 我不知道你怎么毕业的 好 所以就说 但是 就算你认真做又怎样 因为这个专利不是在我们所上 所以实际上 你如果把on的 照着on的规范做出来 然后做出一个完完全相同的处理器 对不起 这个 你很可能没有办法合法的发表 那我们之前有提到说 像那个 陈大 电机系的这个 陈中后的教授 他花了三年时间 带着他的团队 连linux都可以执行 这个 这是 非常高的 非常 就是完整度非常高的一个试作 而且他做出来的 那个on相同核心还更小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对不起 他不能发表 你可以发表论文 但是相关的call 你其实 你不能来做太多 比较建设性的事情 所以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 你会知道 什么叫做智慧财产安全 受制于人 好 那 我们刚刚讲到说 比如说这个 SR 就是你后面 指令后面加S 就是像ADDS 这种东西 ADDS 然后更新这个 更新什么 更新这个 更新这个 PSR 但是你要知道一个很关键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说 事实上的这个 这个东西的重要在哪里 因为有些指令人 他就去看这些condition 好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他就是看 看这些condition 好 所以比方说 后面比方说这个B 按的B 表示什么 不是那个BL BL一点辅都不会 不符的 BL是什么呢 不是你知道的BL 它是一种跳跃 是跳跃加什么 加link 好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直接跳到指定的那个 指定的 label 然后它有很多的变形 但是后面都有加这个condition condition比方说什么 是不是相等 是不是不相等 所以你比方说前面可以做一个比较 然后它也会去参照什么 condition flag 所以比方说我比较 比较它相同还是不相同 就是一个指令的执行 一个指令的执行 跟什么 它的条件摆在一起 所以你就不用做 做什么呢 你就不用做额外的这个 比较了 所以这件好玩 就是说前面你看 如果前面的carry被设定了 那我就可以做这个 就是carry有设定的时候我就跳 carry没设定的话我就不跳 主持续这种工作 所以我又可以少什么 少一个比较 我少掉什么 test这个指令 所以这是暗的人讲过一个 非常有趣的设计 当然这还是专利 很无奈对不对 所以这是暗的一个巧思 那接着我们来看另外一个 也是很有趣的议题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议题呢 就是说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如果你要载入一个30欧元的常数 你要怎么做 我们知道暗的指令编码是有点复杂 你想一件事 假设这个东西30欧元 我去楼下买的饮料 他说这个东西叫什么 叫做 henny推荐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这是谁 henny 不乖 假设这个 这个 暗的指令假设长得这样 那你看暗的指令前面会有个什么 这东西讲OP code OP code 然后呢 再来是 就是OP code表示什么 compare 表示branch 表示NOV 这种东西OP code 就是 比方说你的哪些什么 register source register destination register 所以他会全部塞在这边 然后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如果呢你要去载入一个常数 所以载入 比方说你有个LDR LDR表示那个load的意思 所以这可能占几个bit 比方说再占了两个bit 所以你最后只剩下30个bit 30个bit 因为32bit 总共32bit 扣掉两个bit 只剩下30个bit 好那问题 那这样的话 其实你根本就没办法载入 因为 因为OP code就占掉了 所以问题来 所以实际上你不可能把任意的三十五元的值 放到三十五元里面 所以这件事怎么办呢 你说任意不行那怎么办 那就拆一半嘛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可以把这个on 把一个值拆成两个部分 一个比较高的地方 一个比较低的部分 好 所以比方说呢 我们要载入一个值 像这个 Deadbeef 这东西我们称为叫什么 叫做Hackstoke Hackstoke很宅啊 宅爆了 这个也叫neatspeak 反正就是很宅的东西 用那个十六金位去写什么东西 所以给大家欣赏一下 比方说有个东西叫什么 Coffee宝贝 就是那个Coffee宝贝 在那个Java的bycode里面 Java的bycode里面 我要怎么去区分 一个是不是合法的JavaB跟NDA的排列 Coffee宝贝 Coffee Coffee 就是很宅对不对 其实还有更宅的 我给你欣赏一下 其他有更宅的东西 0xEAB 咦怎么会有高雄女众 哎呀真的害羞啊 好 这个比方说这个 有什么0xEAB 对不对 反正就是这个东西更宅的 就是0xLab这样 超级无敌PG宅 好 那 所以这个 这是什么鸟呢 就是东西的Hackstoke 所以事实上呢 我们要把这个字拆成两部分 来给它欣赏一下 所以实际上呢 这个东西呢 它的切割方式这样 我分高的跟低的 好 所以你大概猜出来 所以一个 一个是 低的 低的 16 然后跟高的16 然后所以 我其实上是要载两次 所以 我载 然后呢 再把后 再做Rotate 然后再把低的东西载 载下来 这边有一个10 这等一下我示范 请你自己看一下 好 所以事实上呢 这东西其实很麻烦 就是载都其实很麻烦 你就是要把它拆成两个 那从onv7以后呢 可以这样子做 就是有个东西叫 novw 跟novt 所以比方说你要载入什么 dat beef 你可以怎么载 你可以先这样 dat在这里 写dat 然后另外你用葛诺的Assembler 你可以这样子写 你可以直接叫个label叫dat beef 然后干嘛 这个label的 低的16 跟这个label高的16 那就可以载入了 那如果呢 在这之前 如果是onv7以前呢 你必须要用一些很tricky的事情 比方说这个东西超嗨的啊 又再出现一次啊 对不对 出现什么 这个 这个pc指向哪里 下两根 所以pc指向的是下两根 所以指向这个 好 那里面就有什么 dat beef 所以这个东西很好玩 对不对 就是用这种技巧去处理 然后你说 那如果指向到这边的话 会不会发生错误 这反正不是合法的onv7 对 它不是合法的onv7 所以我这时候要干嘛 赶快跳走 我载入之后 赶快跳到另外一个地方 不让这边有机会被指向到 所以这个是一个 一个处理的技巧 好 然后呢 但是你又觉得说 这样每次我处理三十五元 都要拆两次 不是很蠢吧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我们再给它 神奇的东西长什么样 这时候又可以用到 Battle Shifter的一个变形 好 这里 就是 事实上呢 我可以 如果说你今天窄的值很特别 好 就是说你的值是长成f的话 对 if 好 因为我们这个共笔有切换过啦 所以这个 这个我们 我们共笔这个有些内容是这样 就是 在转换的时候出了一点问题 所以如果说你有空的话 请帮忙修正一下 就是不应该有这个画面啦 不应该有这个label 就是转换上出了一些问题 事实上呢 来讲的话呢 如果你的值啊 你的值是一个8bit数值 就像说你的值是一个ff的话 事实上你可以去怎样 你可以去rotate 所以事实上呢 你搭配你的bellshift 你可以看到很好玩啊 如果你的值是什么 ff 然后后面一对0 所以比方说我们来想下 ff一对0是什么样 假设你就是这样 ff后面是什么 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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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类推 那这样好玩就像什么呢 事实上呢 它看把这个f 把它转到哪里 把它旋转到右边去 所以把它旋转到右边去的时候 就变ff 然后现在变 变什么 变零零这样 所以一旦旋转成这样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这样 你就可以去表存它 你就不需要把它拆成高位跟低位 所以暗示上可以搭配bellshift 来做到这种值 那因为刚刚那个 要把ff 后面一对0这种数值存进去 是很常见的事情 所以这时候又可以看到什么 这又是一个bellshift的一个 一个 一个一脑袋想知道 这也有专利的 好 然后呢 接着我们来讲一个东西叫 呃 就是 Lostock Lostock的话呢 要讲Lostock之前 我们要讲到一个重要事情 叫什么 叫定局 就是 呃 英文叫什么 Adresing 或是 定值的模型叫做 Adresing Model 这个东西 我们接下来探讨一下 哇 看到主语精神都来了 呃 还有朋友问到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太好了 这个 这个昨天的那个 呃 前提 呃 忘记什么说了 反正就是那个礼拜一的那个Concurrent Concurrent那个影片然后发了一点问题 就是那个 呃 转档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转失败啊 超惨的 然后就不能用 反正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所以 所以已经不是开不开放问题了 根本就是转不出来 所以 只好重新录了 好不过没有信 反正我们下次会弄一个 专门找 好 诶 为什么叫专题 叫专题啊 好 那所以这个 对 你没有五月天可以听没关系 六月天嘛 六月神就叫我六月天吧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LowStore LowStore呢是整个 ARM的一个设计的非常 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 然后 ARM的那个 addressed model 非常单纯 简单很多 虽然是简单很多 还是很多事要做的啊 就是 其实我要载的那个 比方说 载入是什么意思 载入是从 主记忆体 载入到 暂存器里面 这叫载入 那什么叫储存 储存就是从 暂存器 存到哪里 存到这个 存到主记忆体里面 然后这东西叫储存 那接下来有个问题是什么 你们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暂存器叫做暂存器 对啊 Register 所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Register故事 有没有Register八卦 好 再跟大家讲一下 Register八卦 不是这个 其实Register这个字怎么来 从这个字来的 cash register 所以你去想一样一件事 这个东西叫什么 叫收银机 但是它的这个 英文就叫做cash register 你想一件事 就是说 你以前去吃饭的时候 比方说你跟你孩子吃饭吃到一半 很开心跟天南地北在聊 对不对 你已经在想下一步要做什么事的时候 没有 我说下一步要不要帮他付账 不要乱想 只是你孩子聊吃 因为吃饭然后聊得非常开心 然后已经在想可能后面的事情的时候 突然就有店员跑过来说 先生 我可不可以跟你先结账 对不对 你就突然 反正还在热血沸腾的时候干嘛 就那个店员就跟你说要结账 然后就反而只要拿出那个 你的信用卡出来 而且但是要把颜色遮起来 你知道吗 因为人家说 怎么不是黑色的 怎么是白色的 怎么是银色的 这个档次不同 对不对 你要拿出黑卡 所以教你一个超绝招 你外面加个套子 所以你要拿出你的无限卡干嘛 给店员刷 可是你想解释 为什么这些店员偏要在你吃到一半的时候 来收钱 他难道不知道这个东西 他难道不知道这样子 很恼人吗 对不对 我相信 男性朋友都有这种感觉 对不对 非常生气 但是想想为什么有这种事情 这道理很简单 涉及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叫做交接班 交接班在做什么事 每个交接班的时候 其实要把钱点好 好 也就是说 他必须要把 像这个收来钱 或是其他的支出 要把它算起来 要结清 所以比方说有三班制 那每一班在交接的时候 就要把钱算好 所以你为什么遇到这个 要结清的时候呢 因为什么 他就要交接 好 可是问题来 为什么要交接钱 为什么 好 这些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如果呢 这个 如果每次的交易呢 都怎样 都是 放到保险柜里面 就不需要 不需要交接的 前提是没有人放错 可是问题是这样子会太慢 为什么 你每次都要把钱拿去 那个库房里面的保险柜 对不对 再拿出来 这个非常耗时间 所以后来发展的 一个 一个 那个什么 一个 叫做收银机 所以收银机是干嘛 我的资料先放哪里 先放在站存器里面 对不对 然后就先放在这台机器里面 所以如果要找钱 收钱 很快在那边处理 那我只要交接班的时候 或是一天要结束的时候干嘛 把这些钱拿去存 拿去点 或是任何一个便利商店 就开20小时那种便利商店 它通常里面都有个提款机 你没有想过一件事 为什么里面要放提款机 你说废话就是为了便利 但是你如果回想起来 20年前 20年前是没有放提款机的 当然你也有可能不到20 你可能不到20岁 不管你 二十几年前的便利商店 7-11 是没有什么 没有 没有放提款机的 那为什么后来会放呢 这个save event的店员 他收那么多钱 然后他要交接班的时候 他该不会就拿这一堆钱干嘛 跟另外一个人交接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说哇 这个钱 虽然那个毛利可能不高 但是钱积起来也真的多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高风险的事情 所以有很多超商的抢劫案 就是趁他们干嘛 跟他们点钱的时候干嘛 人家都装布袋了干嘛 就拿个刀子说 给我 对不对 所以以前有很多超商抢劫案 所以后来做什么事情 便利商店里面都内建那个什么 都内建这个体管机 很多时候不是给你用的 很多时候是干嘛 是给店员用的 给这些店员干嘛 比方交接班的时候 赶快点一点就存进去了 所以这件事很重要 它对治安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好 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暂存器的用意 就是为了这件事 所以注意到哈 所以我们今天讲 Lost Store也是在做一件事 所以你要讲 我今天Lost Store就相当于什么 是从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 一个 一个 一个相对大的空间里面 好 这个是 必须做 但是怎样 它是有代价的 然后呢 所以它要存多大的空间 也是一个大的问题 所以按来讲的话 它会分几个 比方说分什么 分成 B 表示我载入什么 八个bit 然后H 表示什么 一半的word 就是这个 三十位元的word 一半就是什么 就是十六位元 好 所以有Load的H 有Store的H 注意到 注意到这个设计 再来是 定值的方式 好 定值的方式呢 这也是很有趣 所以比方说你看 比方说呢 这边在做什么事 这边 加个方括号什么 表示什么 就是基体 基体 所以这件事跟什么 西元很像 对不对 跟那个西元 加个什么 加一个心套 这样子 对不对 就是Derifference 好 然后呢 再来是这个东西呢 你在做 这种Derifference的时候 你可以干嘛 加4 注意到 这是十净位的4 加个4 所以我R1 加4 这个2 然后把它存到 R0里面 好 你可以怎么做 可以这样做 你不觉得 你不觉得这很有趣吗 加起来 像这样一样 Derifference 存到什么 R1 所以就是把它 R1加R2的位移 把这个位移 把这个基体位置的值 取出来 存到这边 那你又可以加上 Bail Shifter 超high的啊 所以这种东西 怎么做 然后再加R1 再把这个里面的地址 做上去 所以你看喔 你在西元来讲话呢 你在原本呢 这个 所以Bail Shifter 这个强大的地方在哪里 它可以 为什么可以有效的去增加 指令密度 原本要做这些事很麻烦啊 对不对 又要位移 又要惩罚 又要加法 又要derivance 但是 今天超high的 一到就做完了 好 这个东西叫做这个 这个 这个叫做 呃 这个是 呃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好 那我们继续 再刚才提到说 这个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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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就是说 事实上呢 这个 addressing mode的话呢 就是主要是三种 不是主要 就三种 那 这个是 risk架构一个很棒的一方 就是相对单纯一点 然后呢 事实上呢 这个 memory mode呢 有一个东西要提醒大家一下 还是有些 变形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只要是...先看第三個 一個叫 POST INDEX POST INDEX是什麼呢? POST INDEX的話就是說像這個寫法 LOAD的時候 R1 我取這個什麼?取這個... 它的 BASE ADDRESS是什麼? 它其實是這個 這個 BASE 再加這個 OFFSET 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的話就是說 事實上我得到的詞是什麼? 是這個 MEMORY再加 BASE 它的 BASE REGISTER是什麼? 是這個 BASE BASE再加在後面那個量 那個就是以這個例子來講 4 所以這個東西有點像什麼? 像那個 I++那種感覺對不對? I++ I++++ 所以我先傳了嘛 I 然後後來 BASE ADDRESS跟著改 BASE ADDRESS就加4 然後呢 但是呢 有一種模式是什麼? 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 就分這個 POST INDEX的話又分有更新跟沒更新 注意到 這個有更新的話就叫 Writeback 注意到 Writeback 所以我實際回傳的東西是吧 R1再加... 不... R1再加4的字 R1加4之後幹嘛? 去 Derifence存到哪裡? 存到... 存到... R1 然後呢 這時候呢 我 BASE ADDRESS就跟著更新了 變成什麼? BASE就變成說原本 R1就變什麼? 那就變 R1加4 PREINDEX with Writeback 跟什麼? 跟後面這個東西搞錯了 因為它回傳的時候是什麼? 回傳的時候是傳的嘛 是傳這個 BASE 好 注意到 但是做完之後呢 會去加4 然後這個東西是 不管是BASE ADDRESS 還是它回傳的字呢 都是BASE加上Offset 好 注意到 UN就這三種 好 要特別搞清楚這個驚嘆號 很多時候CALL沒有看清楚 那個驚嘆號就不對了 所以呢 呃... 這個... 我們... 這禮拜二呢 我們在成大開一個... 課程... 課程委員會嘛 就決定說 我們接下來的課綱要開什麼課 這其實是... 還蠻困難的事情喔 尤其對我一個大學沒念完的人 實在是太痛苦了 我都沒念完 我怎麼知道要開什麼課 但是呢 呃... 這其實蠻麻煩的 所以有老師談論到這個組合員喔 對啊 其實組合員是重要的啦 我認同老師說的話 就是組合員是真重要的 但是... 更重要的地方是 你一直在講話就是說 呃... 其實我們不需要用組合員把煤 去撰寫任意的程式 不需要 其實你要做的是什麼 好 比方說你在網路上Google搜尋到一段程式碼 對不對 好 比方說你什麼 比方說... 搜尋到... 我隨便打一個 比方說On Artemis 就是... 比方說你Google搜尋找到什麼 你去找On Artemis 對 那就找一個... 第一個 Github 對不對 看到Github就有感覺幹嘛 哎呦... 有扣可以抄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抄扣吧 所以來看一下 扣第一件事要看 四處年份 一年前還OK啦 如果說太久就不要抄了 好 所以這時候幹嘛呢 我去抄扣 看到這個東西什麼 Math 看到數學 好High喔對不對 就來示範一下 抄扣 好 抄扣的時候發現一個... 一個悲劇啊 就是... 它不然寫什麼鳥對不對 你看 就看不太懂了對不對 然後這個東西到底要表示什麼鬼 你就覺得很難 那怎麼辦呢 我去看一下header file 看header file跟你講更挫折 這什麼鬼 對不對 所以這個... 什麼OnSignF什麼鬼對不對 對你來講這個... 這個怎樣 就... 完全不知道在幹嘛對不對 就是說... 跟你說這個東西... 阿提買之類 然後... 再來什麼呢 再來是... 如果你再點進去 我會發現一個更悲劇的事情 不是這個 看錯了 如果你點進去 點得更深入的話 你會看到一個更奇怪的事情會發生 這個... 不要說... kks 好 比方說你會看到這種東西 就跟你說... On的這個cos 剛才出現的這個東西 然後你會發現說... 這個cos 的實作為什麼長這樣 對不對 你會看到這個... 飛劇對不對 Kernel 對 為什麼它寫這樣 跟你想像中的完全不一樣對不對 你知道這個... i2位754 但是你根本不知道它在寫什麼對不對 所以它寫這麼多有如天書對不對 我們剛剛已經打開這個東西了 我們剛剛也打開這兩個header file對不對 這有如天書 所以其實你為什麼要了解組合園呢 其實你可以做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把這段code幹嘛 把它變成object file 然後再繼續反主義 反主義有什麼用呢 你可以避開什麼 這些神奇的macbook 你可以去看它最終到 當對簡單的On的這個指令的序列 因為... 事實上... 這些程式嘛 這些所謂什麼artime還是routine呢 它都要考慮到一件事 就是什麼 要考慮到最佳化的空間 比方說... 我有支援你On 我有支援Advance你On 我有支援VFP 我有支援VFP V3 V4 有各式各樣的extension 它都要考慮進去 所以它整個ccode變得很複雜 但是你用的時候往往是怎樣 比方說針對On7 對不對 針對On7 針對On7 A7 這種平台幹嘛 去使用 所以你往往呢 你為什麼要學組合園 很多時候是為了觀察 Ccode 所以你看到 你不是為了什麼最佳化 因為你根本看不懂它Ccode在幹嘛 但是你看 觀察一下 我編出來的組合園 跟我這個預期會不會差太多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是吧 一個... 一個... 操作 所以這也是讓你了解系統一個重要的事情 好 再來是我們要知道一個很重要的地方是什麼呢 其實這個LDR 這個LDR 這個LDR呢 其實它本質上呢 它是一個... Sudo instruction 對 不要懷疑 Sudo Sudo就是那個... 不是那個速度那個速度啦 不要搞錯啦 這是Sudo 這個Sudo是什麼呢 Sudo是假的意思 事實上LDR呢是假指令 我們說 哇... NodeStore架構的這個東西還是假的 事實上什麼叫假指令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翻譯成中文很難翻了 所以我們就保留一個原文了 Sudo instruction 實際上Sudo instruction並不是說這個指令是沒有意義的 不是 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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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往往是顛倒 我們在... 實作的過程中呢 可能會需要一些協助 比方說對我們來講 我們載入一個指令 不管... 就是載入一個32位的那個常數 或載入一個地址來講話 好... 我們用這個LDR 那... 它最終呢 它可能會變成不同的... 變成16位的版本啊 32位的版本啊 有有有號的版本啊 5號的版本啊 諸如此類這種東西 所以實際上這個Sudo instruction 你可以想像說 它就像什麼 它就像MACO一樣 你有需要的時候就會變成不同的指令 只是說MACO的重點是展開 Sudo instruction的重點是 我把好多個不同的指令 用一個寫法來寫 好... 這個東西稱為叫Sudo instruction 所以我們把LOAD 你不用管 你怎麼LOAD 所以你就是... 你就是照著什麼 照著刷尋 接著我們來講一個 很酷的東西啊 前面前面不是講過這個 LOAD的Multiple StoreMultiple這個 一次存權多個 所以Multiple Registration LOAD STORE 或是... 但是它寫的時候叫做 LOAD的Multiple 那... 所以LDN是什麼呢 就是LOAD的Multiple 所以我呢 載入的時候不是只載一個暫存器 我可以幹嘛 我可以... R... R123 三個什麼 123 就三個什麼暫存器 我一口氣把它載到什麼 把這個東西 R1所指的位置這樣 所以這件事很有趣哦 所以它... 這句... 這... 這一個... 一道指令 它真正意義是什麼 R1的指會 R3到什麼 會... R3到R0 然後R2的指呢 會R3到什麼 它後面那一個 R4 不是... 講錯了 R0加4 再來是R3呢 會R3到R0加8 注意到哦 這個東西 所以事實上 這一道指令呢 事實上你看 隱含這三道 所以這是暗為什麼 不是跟... 典型的MIPS不同的地方 典型的MIPS根本沒這完額 所以你看 你又可以舉出什麼 如果人家問你說 按個MIPS的差異 你又可以講 而且這個可以講非常久 然後呢 同理 有這個 R0的Multiple 就有StoneMultiple 更壞的地方是什麼 它有順序問題哦 這個東西實在是太難講 這個... 請你原諒我 這個... 我沒辦法幫你讀哦 我不是書筒 我沒辦法幫你那個解讀哦 所以請你做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把它列出來哦 然後有件很重要的地方是什麼 最好去看它暫停器的內容 去看它那個變化 所以我等一下會展示一下 怎麼做軟體開發 好 然後呢 所以... 所以你要知道這個有幾個變形啊 那個什麼 就是這個...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驚探號這種東西啊 這個... 底下有這個範例哦 跟你看它怎麼用哦 這東西... 很... 很討人厭哦 有點複雜哦 好 然後呢 這跟方向有關哦 就是在... 它那個... road multiple 跟storm multiple 的時候哦 好啦 我講一個給你聽好了 像這個 就說... 然後高位到低位 低位到高位哦 這非常討厭對不對哦 好 然後呢 而且還有跟分射這個... 不同的情境哦 好 然後呢 在... A64 A64呢 覺得這東西實在太複雜 又把這個東西丟掉了 A64以後呢 還是有這個... 類似的行為 但是它不是那麼複雜的這個機制哦 A32 為了做road multiple 跟storm multiple 其實搞了這個非常複雜的東西哦 所以你看 捨棄掉了 也就是說 這一套模式在A64是不存在的哦 你有類似的模式 但是不是長這樣 大幅簡化了 好 那... 但是... 不代表你不要學的吧 哦 你還是要學啊 為什麼 因為你超到core 還是要幹嘛 還是長這樣的啊 給你欣賞一下 呃... 比方說... 比方說什麼呢 啊... Altimize什麼鳥 跟1n7p1 好 所以學組 去看懂別人怎麼寫core 好 比方說你在Google搜尋看到這個吧 看到這個標題吧 FaceMemocopy 哎呦 看起來好厲害哦 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好厲害的core長怎麼樣 嗯... 應該要打個Assembly 這是Newlib裡面的詞士吧 那... 這邊是從那個... 呃... Google的那個... Google的那個... Chrome... ChromeOS的那個專案裡面取出來的core 好 好... 所以給你欣賞一下 這on自己寫的core對不對 2011年寫的core 然後呢 所以你會看到 哇... 這邊好high啊對不對 組合語言對不對 看到組合語言就感動了對不對 哇... 這個五月天的歌一樣美啊 好... 所以我們就叫它六月天吧 六月天的... 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 這個... 字名... 字名於組合語言 那... 所以這個... 這個... LDRD... STR... 反正就是這種東西對吧 就是這種... 這種RODE的指令 然後... 所以... 在這個過程中呢 其實你怎樣... 你還是少不了的 就是少不了要... 要了解這個... 它那個... 這樣子懂... STR啦... 什麼... 這種東西啦... 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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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事實上呢 你在過程中呢 其實你要了解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不是跟你說這個東西叫Artemis 不是跟你說一段... 事實上呢 同樣的一段程式碼 在不同的... ON的這個... 核心呢 有可能跑起來效果不同 這段扣有的... ON的核心... 跑在ON的核心上有可能很快 但是有可能會慢 然後... 更麻煩的是說 如果你把這段扣拿去給A64呢 有可能這樣... 直接不可以跑 這是在... 我們在網上搜尋... 扣的時候要有這個知識 你要看得懂... 它用了什麼手法 我再講一次... 它可能用不同的extension 比方說用了你樣 然後... 因為你樣的行為 後的跑起來就會不一樣 所以比方說針對跨康座的最佳話 跑到連發客的扣 可能會這樣... 不會快 有可能它會變慢 所以這是一個很討厭的事情 但是... 如果你有對這些... 基礎的扣有概念的話 你可以很容易有判斷 絕對... 絕對不是網路上跟你說什麼東西Artemis 它就會變快 不是... 像我... 像我常常就會收到人家信說 欸... 如何... 編譯出最佳話的那個Linux 然後... 那我就說 先要看你做什麼事 然後說... 我沒有最佳話 廢話當然可以知道最佳話對不對 對吧 但是前提是你要知道你要幹嘛嘛對不對 好... 比方說就像... 就像... 就像考大學對不對 好不好... 現在大家大學竹竹嘛 你說你要什麼 呃... 我也不知道我要什麼啊 我就是要一張文憑 喔... 那太好了 那你就不用讀書啦 你不要考前讀一下考古題 然後趕快... 考完是趕快忘記喔 因為記太多人就這樣 對腦袋壓力很大 不要啊 趕快忘記 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拿到一張文憑 對吧 然後拿不到文憑的話 去... 去找個議員鬧一下 哎呦... 這個... 對... 那些明袋的 怕死了 好... 所以就說... 這就是醉教話對不對 對不對 不讀書 考試亂考 對不對 快掛的時候趕快去找名單 這就是醉教話啊 對不對 你不用動嘛 對不對 太好了 最好是不要學東西 這樣人生過得快一點點 所以... 這個就是醉教話 因為... 因為... 你看喔 你用最少力量做到很大的成效 對不對 但是前提是... 真正對什麼 文憑醉教話 對不對 但是... 如果說你今天是知識量的最大話 哇... 那就... 也許... 念大學不是資料量最大話的一個... 途徑對吧 所以... 真的是要... 好考慮看你做什麼事 好... 那... 所以呢... 這個... 呃... load multiple跟stone multiple有很多變形 而且這個變形跟什麼... memory copy這種東西有關 因為它其實儲取的資料這樣就連續的 那... 除了這以外呢 事實上在... 呃... 在一些操作啦 比方說我們講這個作業系統的context switch 基本上也會出現 好... 不要說... 不要那麼給今天凱德康 現學先賣一下 好... 比方說呢... 我們改了一段code是什麼呢 改了一段code... 好... 對... 是不是... 是... research 好... 你可以看到說在這邊來講的話... 你可以看到什麼... LDMIA... 好...對不對... 不要懷疑... 這個東西... IA表示什麼... 表示方向... 好... LDM... 做什麼事... 我要做context switch... 做context switch的時候你需要什麼... 你需要... 把兩個context... 就是這個... task的context... thread context... process的context... 保存起來... 把贊存器的內容保存在stack裡面... 然後呢... 切回來的時候一個叫switch out對不對 所以把目前贊存器的內容存到什麼... 存到... stack裡面... 這個就是switch out... 然後switch in就是什麼... 所以這個東西... 這就是switch in... 我把原本的user state... 載入... 你就會用LDMIA... 好... 注意到這個... 所以... 這邊它就指向這個... R0... 所以... 你就會對照看你剛剛那些圖... 知道在扣在幹嘛... 那... 所以這個東西呢... 事實上在整個案來講的話... 這是一個非常好用的東西... 就是... 你可以讓什麼... 讓指令的密度... 一個指令可以做很多事... 但是注意到... 它複数的代價其實很明顯... 因為它的需要好多道cycle才會做完... 所以很可能用到8道... 使用到cycle做完... 這是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好... 接著呢... 好的... 你回去可以練習一下這些扣... 拿扣出來寫... 好... 接著... 好... 那... 這個... 我們前面有講過... 就是說on的設計有更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說... 如果執行到某... 某一道指令的時候遇到中斷... 那... 這個什麼... 會發生什麼事... 以on的設計來講是執行完... 然後才會跳到... 跳到那個... isr裡面去... 但是呢... 這個時候PC會怎麼變化... 這個是個很難的問題喔... 這個問題要回答的話... 要依據... 你的on code... 的... 類型有關... 也就是說... 如果是onClassic... 像什麼... on7... on7是什麼... onV4... v4... 那... 如果是這個... 不對... onV4... 不是v4... on7... tdmi... 才是onV4... 這個行為呢... 就會有不同... 然後如果說... 另外一個是什麼... Codex M... 就是那個... onV7... m... 所以注意到... 不要搞錯了... 這個東西... 叫做onV7... m... 然後這個東西... 叫做onV4... t... 它對應的架構不同... 所以如果說... 你對應的... 這個... 架構不同的時候呢... 對於ISR的行為不同的話... 對應的ISR不同... 然後... 它對應的行為就不同... 所以Point Counter呢... 這邊有... 幫你列出來... 請你回去看一下... 事實上呢... 它行為就不同... return... 那... 具體的描述在這裡... 寫了非常多... 所以... 把書拿出來看吧... 好... 然後呢... 所以這個東西呢... 很重要的地方是什麼呢... 事實上呢... 事實上呢... on的這個... 處理器改版的時候呢... 其實都會有這種... 就是... 比方說... 像以前呢... 可能需要手動去處理... 改變什麼... 返回了Point Counter的值... 然後呢... 以這個... Codex M來講話呢... 它是針對microcontroller... 它把很多東西省略掉... 所以... 它... 這樣省略掉... 你層次看下它的困難... 好... 所以呢... 我們再講一次... 學習組合員呢... 往往是幹嘛... 是判斷說... 那些... Ultimizing Compiler... 就是你打開最佳話有沒有用... 然後...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是什麼... 從Google... 偷到的Code... 是不是有意義... 這個東西... 有沒有效益... 這件很重要... 就是... 我印象很深刻喔... 我... 大概... 八年前嘛... 我有一個客戶啊... 就請我去幫忙Debug... 那Debug... 也不是Debug啦... 反正就幫我... 請我去追一段... 效能很差... 一個網路的程式效能很差... 然後呢... 那我那時候就覺得奇怪... 就是... 反正我就看到一段Code... 那段Code... 那個品質... 顯然不是那麼公司... 會... 喜歡寫的風格... 就是... 那段Code就是偷懶的Code... 然後我就說... 這Code... 是幹嘛的... 他說... 這是最佳化的Code... 我說這個Code... 不會最佳化... 他說真的假啦... 網上人家都說會最佳化啊... 對不對... 我說... 把那個Code刪掉... 然後你寫一個類似的Code... 我看你寫... 好... 然後改一改... 那就變快了... 就... 而且最酷的地方是... 手指頭沒用到... 是完全... 用舌頭... 好... 所以... 這件事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 網上偷到Code... 以前會快... 不代表現在會快... 尤其這幾年... 計算機結構... 架構... 大量的變更... 所以... 這個... 過去會... 動... 以前... 現在真的不僅僅會動... 所以我們現在要... 這種認知...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個... 就是有沒有看到底下的... 把你畫重點的地方... 程式練習... 我們來給大家欣賞一個... 程式練習...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唉... 這個東西喔...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你可以往... 就是... 這個... 侵權的地方... 侵權的地方是這樣... 就是說... ON有很多專利... 像前面講的... Condition... Execution... 這些東西都是專利... 那這個專利的話... 就是ON對於... 這個智慧財產權很... 很在意... 畢竟他是靠... 授權的公司嘛... 所以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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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對這件事非常在意喔... 也就是說... 講課是沒問題的... 為什麼... 我是... 我是跟你講軟體開發... 但是我跟你講說... 如何做出一個ON的相容處理器... 而且拿來幹嘛... 拿來賣... 拿來授權給更多公司用... 這就踩到ON的底線... 呃... 事實上你可以寫很多書... 比方說你可以寫什麼... 呃... 比方說我們來寫... 比方說什麼... 你可以寫這樣的書... 對不對... 這邊... 就是... ON System Developer Guide... 對不對... 你可以寫這樣書... OK幹嘛... ON還會幫你寫推薦序... 所以... 就是ON的底線很簡單... ON的底線就是說... 他今天賣... 他是賣... 著作權... 賣... 不是著作權... 賣這些技術授權的... 所以... 你的... 實作呢... 你為了講課... 為了講解說... ON的這個設計呢... 你把一部分的這個... 用那個Vlog寫... 也是OK的... 你甚至呢... 比方說... 你為了介紹ON的MNU... 你說... 我怎樣... 我也是去做一個Vlog... 然後寫出來... 這個人寫書寫到怎樣... 把那ON鑽得很深... 但是你把它拼湊一個完整的...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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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問題了... 你單獨做都OK... 你不要推廣... ON的Programming OK... ON還會支持你... 然後我覺得有一次超酷的... 就是... 可能大家知道我們那個... 我課程有個... 粉絲專... 不是... 那個... 就是我們有個課程... 課程網... 課程那個什麼... 課程討論區... 這超high的... 就是... 有一陣子...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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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講... 好慢啊... 對... 就是... 我有一陣子... TAG到這個... 不是這個東西啊... 為什麼不給我TAG啦... 對... 我有幾次TAG到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粉絲專頁... 注意到... 這是Global的... 這是全球的... ON的粉絲專頁... 那我... 我有一次發現... 很酷的事情是什麼... ON竟然會來這個... 這個什麼... 課程討論按讚... 超high的... 所以... 其實我覺得很奇妙... 就是說... 經營這個... ON的粉絲專頁的... 應該不是台灣人吧... 但是... 人家怎樣... 人家進來按讚... 然後... 最酷的地方是我還跟他... 還跟他聊天... 然後跟他說... 你幹嘛按讚... 是不是按錯地方了... 對... 這很有趣... 對不對... 他就說... 他看到我在推廣... 推廣... 那個... 那如果說... 這個是發布... open source... 不商用... 這個... open source...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open source... 不能限制使用... 如果你... 把程式滿... 就不叫open source... open source... 不能有歧視... 不能有排他... 所以... open source... 出來之後... 人家拿去做商業... OK... 而且你要允許他... 所以這個是... 這就會踩到ON的底線... 所以為什麼... ON的香榮的... open source的處理... 處理器的專案... 其實很少... 只有過期的... 比方說ON的有什麼... AM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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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rsessor... AMBR... AMBR...Porsessor... 為什麼每次都把AMBR打錯... 他的專利已經過期啦... 過期... 過期... 很重要... 注意到... 他這邊有寫這個... 他怎樣... 他的code... 他是... It is not covered by patents... 為什麼... 因為專利已經過期啦... 這件事很重要... 所以他事實上... 他只有支援到什麼... ONV... ONV2A... ONV2A的是什麼概念呢... ONV2A... 這個指令... 提出來說... ON這家公司... 這件事很有趣... 對不對... 在這家公司... 出來之前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 很麻煩的問題... 事實上不是只有... ONV2A這樣... 事實上... 如果說... 你... 接觸通訊技術... 通訊技術的話... 基本上你會更挫折... 就是什麼... Turbo Call... 什麼鬼扣...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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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辯... 全部都是有專利的... 所以... 其實... 你會遇到說... 很大問題是... 老師講課跟你說... 這個東西叫Turbo Call... 這叫... 這叫什麼... 專利... 專利... 而且最麻煩的問題是... 你懂它... OK... 你去... 描述它... OK... 你去... 修改它... OK... 你修改它... 把它發表... 欸... 這就會踩到人家底線... 因為人家會說... 發表如果有數據... 這個東西... 他就可以... 通知一下... 所以有些實作本身呢... 也會怎樣... 也會有這個... 發表的問題... 比方說呢... 像一個... 就很經典啊... 我們講個作業系統的例子... VxWars... VxWars... 這家公司做的嘛... Vin River... 後來被... Intel 買下來... 然後呢... 這個東西很有趣喔... 就是... Vin River的... 授權條款... 裡面有一項... 它當然不是Open Source... Vin River的授權條款... 有一項是什麼呢... 就是說... 如果你用了... Vin River的... VxWars... ATOS之後呢... 你不能... 在... 沒有同意的前提下... 發表... VxWars的Benchmark... 我再講一次... 就是... 一般的作業系統... 我說要錢的... 要錢的... 比方說... 你去買了... 某一趟... 你可以做的實驗幹嘛... 把數據讀出來... 對不對... 你說這是我的自由... 但是... VxWars... 禁止發布... Benchmark... 那你說... 靠... 我想大概也知道為什麼... 因為發布數據... 就會幹嘛... 就會跟其他公司比的嘛... 對不對... VxWars... 它是不錯的作業系統... 它真的很不錯... 但是... 它有些地方就不足... 那... 人家就不想... 就是... 你懂嗎... 這就是一些... 商業考量... 那為什麼他可以拿... 做上這件事... 對不對... 第一個... 就是兩件事... 就是... 人家有專利... 你... 你懂了嗎... 你用某某東西的時候... 就是侵權嘛... 好...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這個就是... 我希望... 大家有個認知是什麼... 大概有個認知說... 我們真的是說... 什麼科技擺牆啦... 什麼... 研發能量... 什麼數一數二啦... 這種... 你在學校... 也許就有聽到這種話... 這其實說真的... 這個不是... 很有impact的事情... 什麼叫impact... 就是... 人家說什麼... 橘頭什麼... 有跨抗啦... 對不對... 你想得到什麼鬼都是什麼... 都是專利... 專利...專利...對不對... 這就是... 舉頭30有跨抗... 所以當然不是今天要捧說... 跨抗怎麼了不起... 而是說... 這就是一個... 競爭力... 是... 而且這個競爭力是怎樣... 是... 你有個... 體系... 整個知識... 知識體系是可以建起來的... 而不是單點... 比如說... 像我們台灣聯發科... 可以把... 把那個處理器做得很好... 這沒話說... 然後... 物美價廉的解決方案... 然後造福很多人... 這也沒話說... 但是問題遇到專利的時候...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 講起來不知道怎麼辦... 但是呢... 這時候我們又來講一下這個... 火箭... 火箭呢... 又是個希望... 火箭很好玩... 火箭大部分的專利都過期了... 對不對... 你想... 人類登陸月球什麼時候... 1969... 對不對... 你想啊... 這個專利有效時間... 18年... 18年在Extend... 變28年... 38年... 對不對... 那... 那... 成果... 1969到現在就怎樣... 它已經超過38年了...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 不只過期... 而且還是... 它很多東西... 比方說那個... 阿波11號的那個... Source Call... 你是可以免費存取的... 就是... 而且它... 它已經怎樣... 它就是... 那個相關資料已經公開了... 那... 已經超過那個... 就是已經超過那個... 加密的時間... 所以都已經解密了... 所以很有趣就是... 你可以想... 這些... 在1960年代... 直接用... 巨大資本... 做的東西... 其實就變成... 變成一個... 公開可以存取的東西... 然後你用的時候... 也不用考慮說... 很多資料本身都已經... Public Domain了... 所以這件事情有趣... 所以你為什麼要做火箭... 就是... 做火箭是一個... 很重要的機會... 就是你可以... 尋覓一個新的戰場... 對不對... 對... 沒錯... 對... 所以千萬不要天真的... 天真... 當個小白癡... 千萬不要這樣... 所以我希望... 我們今天來... 讀Compute Science... 我們今天來做... 不是讀Compute Science... 我們今天讀了Compute Science之後... 那... 做產業... 真的在產業供應... 就要把這些東西想記住... 人家誇獎的道理... 那相對來講... 我們不是努力就夠了... 我們努力要聚焦了... 好... 待會來... 我們來繼續講課... 好... 所以...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個東西叫什麼... 叫程式練習... 程式練習... 來... 練習... 準備開發環境... 那你可以跟我們一起練習... 這邊呢... 有跟你講說... 開發環境怎麼設定... 開發環境怎麼設定... 然後... 怎麼做... 然後呢... 這時候呢... 我們要介紹一個很重要的作業系統... 叫做... Lubuntu... Lubuntu是Lubuntu的... L4D版本... 那這個... 對... L4D... 對... 你懂了嗎... L4D... 那為什麼要用L4D呢... 這個每次要講L4D... 我們就要不小心那個... 在制度訊息消一下... 這個L4D呢... 它這是一個... 輕量級的作命系統... 然後呢... 它可以讓你... 讓你... 讓你... 讓你可以怎樣... 讓你可以用很... 很... 輕量級的方法去... 去... 去運作... 那L4D呢... 它最早是兩個台灣人... 兩個台灣人發展的計畫... 反正... 有一個人叫什麼... 有一個人叫PCMAN... 另外一個人正在跟你講話... 那就是我啦... 好... 所以... 2006年的時候... L4D這個計畫只有兩個人... 就是PCMAN跟我... 然後呢... 一直到現在... 過了十幾年... 發生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什麼事發生呢... 就是... 呃... 全世界有超過300萬個人... 使用L4D... 當然這300萬人... 絕大多數都不在台灣... 因為台灣人... 都用更好的系統嘛... 台灣人用Mac嘛... 對不對... 好吵喔... 當然有很多地方... 都需要低電人的... 低電人硬體上... 執行作品系統... 所以這個... L4D呢... 就是... 它是源自於台灣的... 源自台灣的人... 然後獲得... 世界上很多人的使用... 所以... 比方說數媒拍... 或是很多... 物美價廉的... 按的板子... 不然說... Intel做了一些什麼... Intel做的這個... 開發板... 其實也是用L4D... 所以其實... 它的這個使用... 是... 數百萬人的使用... 那... 所以... L4D的... Ubuntu的系統... 我們稱呼叫... Ubuntu... 所以... 某個角度也是算... 愛用國貨啦... 因為畢竟這個東西是從... 真的... 貨增價值... 源自於台灣的... 你知道一個專案呢... 要怎麼樣算是成功... 一個open source專案怎麼成功... 就做到人家覺得... 不可能是台灣人做的... 對不對... 然後呢... 再給你一次看... Ubuntu的桌面... 對不對... 對不對... 你看... 欸... 對不對... 哇... 他跟你說... 世界上有多少使用者啊... 什麼鬼的嘛... 看起來... 怎麼可能是台灣人做的... 哇... 這就覺得不可能是台灣人做的... 什麼叫台灣之光... 就是跑出去台灣以外... 那你就... 哇...怎麼可能是台灣的... 這就是台灣之光... 好... 所以我們要來支持... 支持台灣人做的東西... 那... 注意到一件事... 請你用的系統新一點... 最好是16.04以後的... 不然一些操作會失敗... 那... 這一份練習來做什麼事呢... 來搭配這個... 這個... Introduction to Unarchitecture... 這個就是一個... 投影片... 那注意到一件事... 這個... 不知不覺過了... 三年了... 所以... 所以... 有些內容已經過時了... 所以... 關於過時跟補充的資訊... 我寫在底下... 就是... 我... 我應該還要再重新做一份啦... 不過只是因為那個... 還在想... 所以為什麼要來辦這個獎主... 線上講座... 也是希望各位... 收集各位的資訊... 收集各位的想法... 那你就是... 讓我們可以... 可以... 修訂得更好...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工程... 好... 那... 那你可以自己慢慢看一下... 那... 接著我們來看就是說... 第一個呢... 你要把一些工具安裝進去... 那這邊提示幾個點... 第一個你要安裝的是... 這個... 好... On Linux GNU... GNU EABI HF... 注意到後面有HF... 表示什麼事呢... 表示... 表示是那個... Hard 14 points... 就是說呢... 事實上呢... 在整個編譯的過程中... 事實上你可以選擇... 用Soft float 跟Hard float... Hard float的時候呢... 按錯啦... 如果你是Hard float的話呢... 你在... 傳遞這個... 參數的時候... 就是說... 你在傳遞那個... 那個... Argument的時候... Parameter的時候呢... 你全部都會用什麼... 都會用那個... 傳資料... 那... 如果是你Soft FP的話呢... 你在傳遞浮點數的時候... 是先傳到什麼... 先傳到... 先傳到那個... GPR... 通用暫停器... 然後再怎樣... 再從GPR... 存到... 浮點數暫停器... 然後... 浮點數暫停器... 裡面做一些操作... 比方說... 乘法、加法啦... 之類的... 之後呢... 再存回去到GPR... 所以事實上呢... 這個... Soft float呢... 它的... 最大缺點就是... 它的效能... 會向你比較差... 你耳外可以省掉這個東西... 所以... Hard float最大好處就是... 它快... 所以說... 有快的幹嘛要流慢的... 好問題來啊... 有個東西叫什麼... 相容性... 因為呢... 你要考慮到一件事什麼... 有些... 不是每個平台都有浮點數的... 所以你看... 一樣的問題... Soft float的好處是什麼... 它可以帶來最大的彈性... 所以... 它一份Binary... 它有機會怎樣... 它有機會執行在... 沒有那個浮點數的... 沒有FPU... 浮點數處理單元的... 那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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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這件事呢... 隨著On-11的以後呢... 就不用管它了... 因為... 從Codex-A... 從On-11到... 到Codex... Codex-A系列以後呢... 基本上... 都有浮點數了... 基本上都有浮點數了... 所以... 所以... 我們就可以直接幹嘛... 直接... 勇敢的... 勇敢的幹嘛... 使用那個浮點數的版本... 就是... 所以我的... 傳遞... 浮點數的時候都可以這樣... 使用浮點數的佔能器... 這個東西對效能有很明顯... 一些關鍵字... 比方說HalfRot... 再加Linaro... 可以在Google上... Google搜尋找到... 那我們大概... 我在... 20... 2011年的時候加入Linaro... 我是... Linaro第一位... Android的... Android系統的工程師... 那我們那時候就在做一些... 這方面的... 就是說... 因為那時候Android的效能很差... 所以我們就是在... Linaro在做這件事... 就是... 改善這個... 相關的事情... 依據我們的經驗... 大概可以... 帶來大概... 10%左右的... 浮點... 跟軟體... 跟那個... 整數... 操作的話... 這大概10%的效能提升... 其實很驚人... 因為... 扣不用改... 扣幾乎不用改... 你只要幹嘛... 換Touch就會快... 好... 那當然... 那個年代有一點問題啊... 就是那個... 那個時候比較艱辛一點啊... 就是... 有很多... Linaro剛成立嘛... 然後... 那時候是第一次... 我們把... Open Source的力量... 跟On有關的... Open Source的力量... 把它提高... 所以其實變得... 很多人跨... 橫向的... 橫向跟縱向合作... 那是蠻好的... 好... 總之就是說... 在... 2017年的今天... 好... 這樣裝一裝... 就可以裝起來了... 好... 裝起來之後呢... 就是... 喔... 對... 我們這邊示範... 是以Unlinus... 你說有沒有Windows... 誰鳥你啊... 好... 不是啦... 今天講Windows... 已經變弱勢平台了... 對不對... 對不對... 以前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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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Windows變弱勢平台了... 好... 拉回來... 所以呢... 沒有啦... 因為Windows很久沒摸... 不懂...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這個code怎麼用啦... 就是你可以去... 這個... 然後呢... 你可以到... 這個... 這個地方... 示範給它看一下喔... on lecture... 好... on lecture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有... 很多目錄... 其中一個目錄叫... hello... 你大概也知道幹嘛... hello... hello呢... 就會想到這個吧... 這個...hello呢... 就是... 它就是預期要幹嘛... 要輸出... 輸出hello... 所以呢... 我們來... make它一下... 好... make的時候呢... 注意到喔... 它也是用那個...hf... 好... 這個hf... 那你說... 欸...奇怪為什麼那個... 編繫器這麼長... 為什麼前面要加這麼長的東西... 好...注意到喔... 這是有梗的喔... 這個東西叫什麼梗呢... 這個東西叫... CCC... triple... 這個... 這個東西呢... 叫做... 就是說... 這個... TargetTriple呢... 其實會... 會有一個描述... 你可以知道說這個... 它的架構... 比方說這個... 比方說什麼鳥呢... 比方說... 像這個... 像這個來講的話呢... 它就表示什麼... Intel... Intel X86的... 64位元... 然後呢... 這個... Unknown表示這個... 供應商... 所以供應商你可以不寫... 你可以寫None... 可以寫Unknown... 然後... 後面什麼... Linus表示作業形容平台... 然後這是來自葛怒專案... 那... 以這個例子來講的話呢... 這來自什麼... 葛怒EABI... EABI表示二進位的格式... EABI... 你可以把它寫下來... 回去查一下... HPF表示什麼... 表示這個... 浮點數的傳遞呢... 是透過什麼... 透過... 暫存器... 就是... 浮點數暫存器來傳遞... 而不是透過... GPR傳遞... 好... 好... 那所以呢... 第一個步驟的什麼呢... 是Assemble... 所以你把什麼... 你把這個... 把這個... hello.s... 對... hello.s... 好... 那... 這邊就是hello.ss source code... 對... 就是長這樣... 然後... 然後我們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輸出點... 點O...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這個點O... 點O的話可以顯示呢... 它是什麼... On的架構... 那它是EABI... 表示它的那個... 二進位的那個格式... 然後呢... 它是什麼... 30位元... 然後... 再來是... 最終會輸出什麼呢... 最終會輸出... 執行檔... 然後呢... 它就是一個可以執行的call... 然後呢... 如果你有把模擬器裝起來的話... 你打Make Cumul... 就可以執行它... 好... 你用Cumul... 注意到... 這個Cumul... Cumul-on是什麼... Cumul-on是什麼呢... 它是用那個... Cumul的什麼... User... User Level的... Immulation... 所以... Cumul兩種模式... 一個System Immulation... System Immulation... 就是模擬整個系統... 模擬一支Android手機出來... 那一個叫做... User Immulation... 比方說這邊講話呢... 我就是... 所以... 我們前面... 一開始不是有講到這個... 直立模擬器... 事實上... Cumul就是這樣的東西... 直立模擬器... 很有趣吧... 直立模擬器... 好... 所以我就可以幹嘛... 我就可以在我的Intel架構上... 好... 我怎麼知道我是Intel架構呢... 呃... 比方說你打的嘛... Uningin-A... 對不對... 這個是我的工作站嘛... 它是什麼... Intel架構的... 你看喔... 所以我在複習一下... 剛剛那個東西是什麼... 它是On的... 這台電腦... 我這台工作站... 是什麼... 是這個... X86... 64微元... 所以它是... 它是貨真價值的... Intel伺服器... 對不對... Intel架構的東西... 然後但是我在上面... 用一個指令模擬器... 就可以做到類似... 所以... 你現在指令開發變得很容易... 就是... 呃... 我一直認為... 就是... 大學教遷入式系統... 這本課應該要做一些改變喔... 過去呢... 然後教遷入式系統的時候是... 可能接接板子啦... 然後... 然後... 然後看一下那個燈號啦... 或者那個... 另外一個地方是說... 因為現在的東西已經改變了... 對不對... 像很多東西... 比方說... 比方說像... 像... 也許像... 像這樣對不對... 就長的可能像這樣的板子... 對不對... 這樣板子很多嘛... 然後呢... 它層次開發的模式也改變啦... 它... 它可能就是一個... 它可能一個中繼站... 總之它不是... 一個很大的開發... 它變很小... 然後可能特定工屯... 或是很小... 然後整合一堆功能... 好... 那最重要還是裡面的... 軟體開發... 你要想... 欸... 我要怎麼去... 使用到它裡面的這個... 特徵喔... 所以... 其實更重要的是... 我覺得這個是更重要的... 所以... 呃... 在我的課程... 我是希望說... 我引導圈多用模擬器... 喔... 不是為了省錢... 該花錢的我還是要花... 就是... 所以為什麼還... 為什麼會有募款計畫... 所以大家... 請大家注意一下... 4月份我一個募款計畫... 所以呢... 拜託... 多說... 有錢就出一點好... 就是捐一點錢... 然後... 4月募款... 你知道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為什麼... 10月募款的話... 你這個... 捐給那個... 開放文化基金會的話... 你可以幹嘛呢... 你可以去... 那個... 那個... 抵稅啦... 就是這個... 做公益... 其實你看... 做公益可以幫助我們... 然後... 也可以... 你可以抵點稅... 都蠻好的嘛... 以及把錢呢... 給不知道人用... 還不足給認識的人用... 所以拜託拜託... 如果你看到那個募款計畫的時候... 拜託支持一下... 所以就是說... 這個... 呃... 我是希望我們可以... 花更多時間的去... 去專注在這個... 城市開發本質上... 這件事... 我覺得它蠻重要的... 好... 那我們把這個軟體都... 品質都... 改善之後呢... 我們可以一步步把這個系統... 建構起來... 好... 這個... 城市的執行... 所以呢... 你在這邊來講的話... 你可以看到HELLO輸出... 好... 然後呢... 在這份... 投影片裡面呢... 這份投影片裡面呢... 其實有這樣... 其實是有... 忘記了... 這份... 這份投影片... 我們來... 快速瞄一下... 這份投影片裡面呢... 其實有兩份作業... 在... 我幫你標行... 頁碼... 31頁... 這個... 這個... Google Doc... 真的是... 有時候很快... 有時候很慢... 不知道為什麼... 31頁...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解說一下... 就是說... 呃... 比方說... 這31頁... 就是你可以照著這個... 上面都有很多不同的Example... 所以你可以這樣子去操作... 好... 比方說... 我切換到Example1... 你就可以... 切過來... 切過來的話... 你可以看到說... 在這個... 目錄下有什麼呢... 這個Example1... 點... 點C... 所以它基本上... 扣很簡單對不對... 它就有個ADD... 那ADD呢... 基本上... 沒有意外... 就是加法... 但是... 我們要看的地方是什麼呢...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希望你去研究的東西在哪裡... 去研究它... 生出來的... 組合語言... 所以你可以幹嘛... 可以這樣子做... Make Default Cumul... Make Default Cumul... 就是... 會先去... 會先去編譯... 好... 這個... 編譯... 然後得到... 得到這個Call... 然後... 我們要去試著... 試著去執行好... 然後... 你會遇到一個... 問題是什麼呢... 問題是... 好... 這個Call要... 如果你的電腦有安裝... 安裝這個... 拖券有裝對的話... 這個... 這個路徑是對的... 但是因為我的電腦沒有... 沒有安裝拖券... 我電腦沒有安裝好... 所以... 這一步在你的電腦應該會... 就是說... 打這個... Mac Default Cumul應該會成功啦... 只是因為我的電腦... 這個環境還剛裝好... 沒有...還沒有裝這個東西好... 好... 但是不影響... 為什麼不影響呢... 因為實際上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什麼... Object Dump... 你可以看一下... 它生成的這個... 產生的這個... 組合元... 我們來看一下對照... 看一下SourceCall... 所以為什麼要看簡單的Call... 因為... 你看... 這個路線簡單嘛... 簡單到這個... 所以你看... 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是... 有個方形叫... 它有個加...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對應到加... 所以事實上... 加... 對...就這樣... 所以... 這個... 這個... 加法... 然後... 然後... 再來是什麼... 再來是... 這邊... BX跳躍... 跳躍誰... 跳躍當然就是... 誰呼叫到... ADD我就跳回去... 所以... 今天... BXLR... 是表示什麼... 跳到什麼... 跳到... 跳回去... 原本呼叫的地方... 所以... 實際上... 這個意義就是什麼... 就是... Return... 所以... 我們可以用這樣的... 扣來對照什麼... 對照它的那個... 程式的行為... 這個... 然後... 你看它的行為... 好... 然後... 再來是什麼... 34頁... 34頁... 是另外一個... Example... Example 2... Example 2... Example 2... 就是... 示範到一個... 成法... 那... 成法的話就是... 把原本這個... 再做一個... 成加... Example 2... Example 2... 好... 那... Example非常短... 還是沒有一下... 它就是... 基本上就是...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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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 有...有... 有... Jing... 成加... 然後... 然後... 成完再減... 然後... 那它對 應的 code在哪裡呢... ехamenteけ... 這個Assembly 不是這個 反內 這東西就沒看了 所以要複習一下 所以就是說這個你可以看到說 這邊來講的話就是有不同的這個不同的call 所以比方說這個乘法 這個在這個指令來講會有 從onvify以後有這個乘法 那在onvify也沒有有個什麼 乘加 所以你可以乘完之後再加 然後呢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對照 對照它的這個組合員的輸出 跟委育期的行為 所以這邊來講話就是像這樣 再來是 再看下去吧 然後再來是 以assemble5 55 好 那55呢 就有點好玩 看到一個東西叫什麼 APSR 對 這個APSR是什麼呢 這個APSR是CPSR裡面的 裡面跟NZ CPU NZ CPU有關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CPSR APSR CP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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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东西叫CPSR 但是如果说你只是看里面跟R路有关的地方 就是NZCV的话我们称为叫APSR 反过来说如果你只在意跟Torad有关的 我们称为叫做IPSR 反过来说如果你只看比方说现在什么模式 现在什么模式这个Exection的话 这叫EPSR Exection Exection模式的话 就是这个东西叫EPSR 这个E不是Exection是Execution 所以我们这段Core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就是Exemple5 Exemple5的话 所以我们看到APSR就是什么 APSR就是NZCV 就是在PSR里面NZCV 所以NZCV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的算术的处理 就是说你有敬畏的啊 你有等于零啊 像这种东西 或者有overflow 所以今天好玩的地方是这个 就这两个 所以今天比方说我今天 直接做And 那会发生什么事啊 做And会发生什么事啊 或是说做加法会发生什么事啊 那所以我去看什么 APSR的内容啊 但是呢把APSR呢 APSR是一个 它是就是PSR的一部分 CPSR的一部分啊 所以事实上你要取得 APSR的时候呢 你不能直接拿到 你需要透过一个特殊指令 好注意到啊 这是一个特殊指令 所以呢 这个And 是什么 这边是Destination Register 这个也是一样啊 所以我把什么 特殊暂存器 特殊暂存器当Source 放这里 Source 好 那Source在这里 我把APSR当Source 然后呢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是你的Destination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通暂存器 所以我把特殊暂存器的内容 放到通用暂存器 这东西叫MSR MIS 那反过来说 如果要把通用暂存器的内容 叫就MSR 那所以这个 这个 诶 我是不是讲错了 许特 我再讲一次啊 你要把特殊暂存器 放到这个通用暂存器 叫做MIS 那要把这个 把这个 另外一个东西叫MSR嘛 所以把通用暂存器的内容 放到这个 这个特殊暂存器 叫做MSR 所以这个东西是 这个 写的时候有点印象 好 所以这个程式的重点是什么 就是观察 我做 改变CPSR 当然我只取其中的APSR 就会看到它的变化 注意到这个东西 好 这是一个练习 接着呢 接着呢 我再去看下去 接着是 接着是 所以看这个 所以看那APSR的变化 好 然后呢 我们这边有 事实上 这个简报里面呢 其实它在第 有点忘记 第几页了 好 Level 1 事实上它有 它有两份作业在里面 好 那我们有一个作业呢 这个作业来做什么 Fibonacci 这个 Fibonacci的话就是说 基本上 前两个 就是 前 数列的前两 前两个 可以合成出下一个 所以 0加1 0 写特别在干嘛 0 0加1等于1 1加1等于2 2加3等于5 然后 然后 3加5等于8 这样东西 Fibonacci 头晕了 刚才讲什么鬼 好 那所以呢 就是 所以基本上呢 让你来 来做什么事 那 练习写 组合员 所以来看一下 Fibonacci Level 1 好 然后这边 已经给你一段 组合员code 这不多 好 诸姐之后呢 你要干嘛 你就改改它 那这段code呢 是错的 所以你要把它改到对为止 那提示你一下 只要改一点点就好 然后呢 这段code呢 很酷的地方是什么 它可以 它可以编译 而且可以这样 可以去验证它 所以你可以去 所以我觉得 学资讯这门 其实蛮幸福的啦 因为你做实验的话 你只要有一台电脑 就可以做实验了 你不需要弄很复杂的设备 你看 像我们后面的设备里面 我们的火箭啊 随便都上亿啦 你看 柯文哲夫妇 柯文哲夫妇一辈子当医生 那么优秀 你看台大医科 然后当了柯文哲 那么有成就 但是还在还那个房贷 对不对 你看 你要想想 他们一辈子 努力就是为了买地宝 但是因为你软体被写好 对不对 那地宝就身心烧掉 哇靠 对不对 所以 所以我们现在很缺 缺这个软体工程师 然后这个 欢迎有志的朋友 跟我联络啊 看能不能一起合作 开发这个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 再提示一下一下 所以希望你有什么背景呢 就是 你只要有其中一个就好了 就说这个 比方说你对这个系统软体 不管是编辑器啦 作业系统啦 或者是虚拟机器 那再是Linus Linus那些内部设计及时系统 那还有一些 效能关键议题 还有数学 形式外延正的部分 所以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 就是希望你去写 去练习写一个 People Nothing 那有些地方要改 提示一下 上面有注解 那你可以照着这个注解 去想一下 它对应的Code 就是 就是你要 你照着这个注解去写 写是什么 Ostempery 你可以去查 所以这个主要的练习 就是让你练什么 练说这个 你对那个组绘语的掌握度 这是 这是Level 1 那如果说你Level 1做完的话 你可以做Level 2 它是另外一个 Level 2在做什么是呢 就是让你练习 练习写一个 简单的英语 text 好 不用太担心 事实上 大部分Code也帮你写好了 你就是舔洞 对不对 就是 有没有看到 Instit Code 这里 就是把Code 拆到这里 就是你想 我要怎么实作 是Lock 想一下这个Lock 怎么实作 上面有些提示 我们来看一下 上面有提示 提示你什么 提示你可以用两个指令 LDRX跟STRX 所以你去查一下 On的指令 比方说 你就查一下On的指令 SDSD 你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东西是什么 它其实是OnV6之后 OnV6之后为了做什么 做Synchronization 所以它是一个Primative 就是一个Exucive Monitor 简单就是说 它是On的Atomic Instruction 所以它又有Lock的Atomic 跟Atomic 就是类似什么 底下有些说明 可以看一下 所以基本上就是 主要功能其实很简单 就是让你练习什么 查手册 查了手册之后干嘛 然后 因为很酷的地方是有模拟器 所以有模拟器真的是太棒了 对不对 你就可以在模拟器把关系写好 然后把扣改好之后 我们有实际硬体带来做 这里就是不打扰各位的练习机会 所以你可以改改扣 所以你也没问我的吧 就是你改扣改到会动的时候 模拟器就会这样 模拟器就看对照模拟器的结果 就知道是对的还错的 好 那这边的话有一个 之前同学做的精美笔记 给大家欣赏一下 好 那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讲说这个 体棚那些数列 那它在真正的一个板子上做验证 BeagleBone Break 简称叫BBB 那它是属于Codex A8的 A8的硬体 然后 然后 它就是 原本给你的Code是什么 原本给你的Code 我们再回去看一下这个 Level1 Level1的话 Level1 注意到呢 原本给的这个组合员 它是 它是递回的 注意到 递回 递回 递回呼叫的 所以原本的Code是递回呼叫的版本 所以它去比较什么 递回 那实际上递回有很多调整的空间 那就是让你可以用这个Theory Question去降低这个 递回之行的那个复杂度 那底下有一些精美的说明 然后再来是它有找到一些加速的机制 这是另外一个同学 那在这个解说 就是说它做什么事之类的 然后 这个 你们觉得很经典对不对 你们觉得这个数学贵那什么贵 不知不觉就往下卷了 比较 那底下 底下它去干嘛 见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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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方向缩小 所以这个同学都做什么事 去分析recursive的版本 跟nonrecursive 你可以看到 这个数列只要大到一个程度之后 那个执行时间落差非常大 所以演算法事情很重要 然后再来是什么 它去比较不同的实作 不同的实作对效能的影响 那比方说 Iteration 还有包含说 组合调整 做很多那种讨量 那甚至如果说 如果我们一次存取的是 一次存取是64个bit 跟一次存取是32bit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落差非常简著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在这边来讲的话 我在32位的code 一次存取一个64 比方说什么 比方说你用double double的话在这个 嗯 在 在那个 double来讲的话 它是什么 它就是64个bit去表示 就是一个是单精度 一个是双精度 所以就是说 double是64个bit 那如果说你用 你用一般的integer 32bit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效率 因为我们的架构是这样 A8的架构是32位的系统 那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效能上落差非常大 所以其实我们希望你 你做写的程式不只是写要会动 而且是真的去研究 它之间的什么 关联 这是我们了解一个架构 相对 怎么讲 就是相对 掌握度比较高的一个观点 好 那这边有些补充 我们来快速讲一下 所以第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 UbjetDumb 这个工具很好用 可以去把那个 资金档的格式 就是 它可以支援很多种不同的资金档格式 而且可以干嘛 可以去把里面的资料显示出来 那 这个UbjetDumb的注意到 它不只支援非常常见的格式 那 UbjetDumb其实支援很多不同的格式 那 它其实可以支援很 像Windows7的也可以读 那另外一个东西 另外一个工具叫什么 RedEV 那你会觉得 奇怪 为什么有强大的工具 我还要给一个比较弱的工具 不是 RedEV也是很强的 你说为什么需要 为什么要开发两套工具 你说 这不是 为什么要造重复的轮值呢 对 注意到 我以系统软体的观点 系统软体的观点 也很有趣 去开发相同功能的东西 比方说你讲一件事 就是说 假设你今天要开发 编译器 你要开发编译器的时候 就是你会希望 我输入是吸引员 然后输出可能是一个什么 输出可能是 暗的组合员 甚至变成暗的执行党 对不对 所以是吸引员编器 然后支援暗的架构 可是问题 这个东西听起来像是什么 第一个是说 你怎么知道 产生的执行党是 产生暗的组合员是对的 好 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你怎么知道 产生出来的组合员 就算是对的 那产生出来的Binary 你怎么知道它是对的 对 然后你说 简单嘛 我有暗的模拟器 好 OK 那你先弄个暗的模拟器 那弄了暗的模拟器之后呢 你会遇到问题就是 我怎么知道暗的模拟器有没有bug 我说 暗的模拟器是大牛 神样写的神 神犯错的时候麻烦 所以就是说 神犯错的时候烦人 还不知道怎么指正 所以问题是什么 这是很多层次问题 所以 以刚才的目的来讲 我们往往会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什么 第一个 我把变异器拆了两部分 因为我会担心 变异器本身就有问题 所以比方说我先支援什么 Intel架构的输出 我在Intel电脑上 Intel架构的电脑上 支援Intel的输出 所以先证持它的什么 中间一些 甚至打开一些追加化的时候 没有什么问题 先用一个基本版本 然后接着干嘛 接着再把 再写一个Intel输出的版本 以此同时干嘛 我也去验证 这个检验模拟器的功能 所以 ObjectDum跟EF 其实也是这样子 它可以彼此相互检验 它是不同的韩式库 一个叫BFD 就是 就是 就是一个叫 上面这个东西用BFD 那另外就是 就是 两套用的Library不同 所以比方说用BFD做 做这个 因为BFD很复杂 但是它支援很多不同的班人 那绿的EF呢 绿的EF相对比较简单 它支援东西 功能呢 你可以这样 你可以去对照 看它的结果 所以这很有趣 所以 所以 这个是OpenSource的计划 做到一个规模之后 这个很有趣 它变成两种不同的人马 去维护 而且他们会有些 往往一些交流 这个是一个 一个开发过程的议题 好 然后呢 再来参数一下剪接 可以看那个Tax section Tax section是什么 Tax section是真正放 机械码的地方 就是放那些刷寻 NOV ADD 什么BRA 基本上大概就是放在这个Tax section 一般来说Tax section 会设计成当它是read only的 那Data section的话就是 顾名师就是放资料 那放什么资料 可读科学的资料 好 但是注意到 那是一般来说的 那实际上怎么执行呢 完全完全依赖这个执行环境 比方说以Linux来讲的话 它可能有记忆体保护 好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呢 UN呢 UN在 UN基本上这家公司是卖 智慧财产权权的 所以它是卖技术授权 但实际上它自己也有做硬体 它做硬体的价格很高 就是 对 就是什么十九万到三十几万 每次讲到这梗的时候 每次讲到这十九万 我就心里就有什么 心里的感觉 这个 大概是 十七年前吧 十七年前 那时候接个案子 那个案子是这样 就是WiFi device driver 然后那时候我很开心啊 就想说 这个东西超酷的 你看到 瞬间学会什么 瞬间学会 WiFi 瞬间学会什么 那个什么 那个 因为它要在案的板子上面跑 所以 瞬间学会WiFi的Divine driver 然后又学会案 然后呢 然后又 因为那家在新加坡嘛 所以那个 又学会跟国外的什么 国外的客户打交道 我觉得太棒了 这个赚翻了 对不对 台币五十万接下去 他有个限制 要三个月做完 他说 哇 三个月赚五十万 对一个学生来讲 我那时候还没毕 那时候 那时候还在读大学 不是还没毕业 我现在还没毕业 所以就说 那时候还在读大学嘛 三个月可以赚五十万 赚翻了对不对 所以超嗨的 然后呢 他们就寄一块板子过来 他们有特别强调 这个板子很贵 折合台币多少钱 十九万 就按了这块板子 然后结果呢 好死不死是 就是我在这块板子上当狗的时候呢 不知道干嘛 就是那个线可能没有接好 什么鬼的 然后就烧掉了 然后我本来原来是WiFi烧掉 我就写信给他说 哎呀 这WiFi的板子烧掉了 然后他说 他们就说 那他们隔天会寄过来 寄那个板子过来 然后我就觉得奇怪 把那个WiFi拿掉之后 那个板子也开不了机 然后我就再写信给他 好像是板子也坏了 然后对方你知道 对方 对方应该是三角线 但是 反正他就打电话过来 那个电话超快的 一下就响了 然后电话响了之后 就表示什么 他就说我们时间很赶 所以他们决定这样 再寄一片过来 寄什么 再寄一片19万的硬体过来 所以你看到 这东西尴尬了 那就是说 从我的钱去扣了 类似这样子 忘记那时候谈什么鸟 所以 就是19万硬体又寄过来 所以这个 然后呢 你以为这样的结束没有 然后没想到 第二块板子 又被我烧坏了 所以我已经烧了多少钱 我已经烧了40万了 所以超悲剧的 你看我总共价钱是50万的 酬劳 但是很快 不过还好 就是这个 终于第三块板子的时候 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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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把那个摔位写出来 这是人生很重要的经验 所以 千万要相信自己 是可以克服那难关的 好 那后来 所以就说 案子这样子 案子这个做法是这样 因为他卖智慧才能全 但是他会授权给很多客户 比方说这个 比方说什么 比方说 Sansung 比方说 Qualcomm 这些公司 去开发这个SoC 所以呢 比方说 Vostar Express 或是 你可以在 Cumul里面可以看到很多 比方说 Cumul Cumul System Cum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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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去哪里 打错字 Cumul 好 比方说你在 -m 可以这样 好 这指定是这样 -m 再来问好 那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有支援非常多板子 那一个是 就是刚才提到这个 那Rewview的话 也有新一点的 就是支援A8 A8 还有A9的 这就基本上是这样 这几块板子都是 ON的参考硬体 不是 这几块都是ON的参考硬体 反正多到你看不完 多到你不想用 反正就很多 然后最酷的地方是什么 最酷的地方是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物美价廉 所以它的 也是ON的处理器 也是都有满新的 而且可以做很多 很棒的实验 但是注意到 这个Cumul的模拟 它不是cycle accurate 就是Cumul Cumul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是什么 Cumul是有 然后打出是Cumul Cumul 然后它有just in time的code券 不小心有看到自己 反正自己点一下 就是这个 好几年前的token 就是讲Cumul just in time的code券 所以Cumul的速度很快 但是它的 有个很先天的灶门 它先天灶门就是 它虽然很快 但是 如果你在上面跑程式 比方跑那个什么 跑那个Fibonacci的程式 你会遇到的悲剧是什么 因为 你执行的程式 好像执行很久 的时间是对不上的 你不能说 诶 模拟器如果是 原本的一半速度 我就把什么 把这个 把这个时间乘以二 把这个时间除以二 不行 为什么 因为 因为它不是cycle accurate 所以 比方说我这边做road store 做这些RU的行为 跟实际上 真正的硬体的行为是不同的 这是一个不同 这是一个麻烦 但是有些模拟器 会做到cycle accurate 比方说 昂子级的这个模拟器 它的那个cycle accurate simulation 所以这件事很重要 所以 比方说你在模拟器 跑起来是多快 然后你 乘一个比例 你就可以知道什么 实际上这个 实际上这个 在真实的环境下的时间 好 好 然后注意到 所以一般的road store 是怎样 一般的road store是两个clock cycle 但是注意到 store multiple road multiple 它是四个clock cycle 注意到 有可能还会增加 然后 所以然后再讲A64 A64 就把road multiple 跟store multiple 拿掉了 因为怎样 它的整个branch branch的那个 就是这个成本 这个prediction的成本 太大了 所以这个一次失败 会浪费太多的资源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地方 好 然后 在on 来讲的话 前面有刚刚讲到那个词 讨论对不对 什么CPU mode Essession mode 那对on的处理器来讲 都是一样的东西 就是所谓 因为有时候搞得头鱼 对不对 所以 这个on来讲的话 对on来讲 它只是一个切换的嘛 切换到这个 不同的状态 就是说 它有什么supervisor 然后有irq 这种东西 反正就是 它就是CPU mode 跟Essession mode 所以很多时候是 等价的 好 那 重点是 on的模式 切换的不同模式 会对应到不同的Essession 所以这个东西 为什么想说 Essession mode 就是这么一回事 好 那on的这个 GPR的数量比较少 为什么 因为是要降低什么 on之所以要 GPR是比MIPS还少很多的话 为什么呢 它事实上要去降低这个什么 保存战存器的成本 这是一个妥协 但是 这件事付出的代价其实蛮大的 表示on的这个处理器 on的编辑器比较不好写 因为你的GPR比较少吧 所以你要做很多这个 register allocation register allocation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有很多PhD 就是很多博士论文的研究 其实都在做这件事 那这个东西不是很容易 而且on的这个GPR这么少的时候 其实你的最佳化的 要考虑的东西挺多的 这个其实很不好做 MGCB 除了MGCB以外还有一个Kibra 这个东西叫饱和操作 请可以看一下这个有说明 好 你要怎么了解load multiple 跟store multiple的行为 你可以练习看一下push的 stack的操作 写个程式来练习一下 好 然后 bit 好 这个东西就是 就是那个baleshift 注意到baleshift 那个东西 后面那个operant在用 然后 好 对 要读书 请读书 reader funny menu 好 对 这边来讲话 你要怎么使用GDP呢 好 就是 有点麻烦啊 但是你可以试着用啦 就是说 就是 用GDP的话你可以做很多操作啦 比方说执行到一半的时候去看占能器啦 或者是执行到一半的时候去看基铁写 那 如果说你觉得这一页写得不太好 或者有一些错字啊 你可以顺便修一下 拜托 因为 因为我们那时候最早是用hackpad嘛 那我們從去年開始移轉到HackMD 那有蠻多東西是格式上會錯亂 甚至有些圖會消失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改很久 這個東西太好了 這個捐款 扣角 所以這個有東西什麼 反正就是營業事業扣角的機關什麼回答 反正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雖然不多啦但是加減看一下 所以這個感謝你的協助 那我們很快要把這個東西把它貼出來 喔對寫錯字怎麼辦 感謝使用Rubuntu的朋友 真的太狂了太狂了 感謝 感謝大家 我們也是有六月天的 然後 好吧 那我們今天就到尾聲了 那我們再給大家預告一下 我們接下來要幹嘛 所以就是 這個ARM的這個系列 ARM的系列有哪些東西呢 我們看一下 所以就是我們 我們 我們在上幾年 終於開始認真在講指令 大家注意到一件事 我們今天講的指令是非常非常舊的指令 我們沒有講到任何extension 所以我們接下來會有一個針對extension 尤其是Nian 我們會有一個針對Nian的指令 所以比方說 像大家之前會好奇 Nian怎麼做最佳話之類的 就是我們會有這樣的一個講座 專門在講CED 就是 真正在講Nian怎麼用 哪不然說VIP怎麼用 以及用 還有那些cash的成本 然後 這個探討完之後呢 我們會來探討這個 CodexM 就是基本上有兩個東西是我們非常關注的 一個叫做CodexA 一個叫CodexM 那CodexA的話主要就是 CodexA的話是像 A A7 A9 A15 就是 還有 就是還有什麼 A53 A57 就是這幾個 AV7的 A7A 那後面幾個A57 A53 是AV8A 所以不同的架構 有V7的 V8的 然後 那MC的話 我們會只關注在 像是M3 M3這樣的核 就是M3的這個 這樣的核 那我們會上面 比方說用STN32 STN32它是 一個家族 這個家族其實很廣 還有M0 M0 Plus 然後那個是這樣的東西 在這裡有很多 還有M7 那我們就在 會跟大家講說 我們怎麼去開發這個任體程式 不過在這個講座之前 我們可能會來上一下印第課 就是跟你講什麼呢 還來跟你講什麼叫印第課 我覺得台灣的工程師很好玩 就是 不是在說你啦 我說沒有參加這個講座的朋友啦 我覺得台灣的工程師很有趣 就是說台灣工程師聽到說 寫底外的專文都會有很多人都會有興趣 就是 我是說任體工程師啦 然後但是呢 叫他去寫印第都通常沒興趣 你不是任體工程師嗎 你 你能不能不懂印第然後寫底外的專文 好 我以前被問到這個問題超high的 害我傻掉了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而且去某一家公司演講的時候 有一個工程師問我說 喔印第好難喔 我是任體工程師我不懂 太厲害了 好 所以就是說 我們可能會幫大家上一點印第課啦 我跟你講說 大概這個 大概這個 巴士啦 對外周邊啦 還有一些什麼 clock tree 這個東西 這個時序圖 因為 會寫程式跟會講是兩件事啦 所以可能要 可能為了要這件事 可能要去 講一點數位邏輯 所以變成說 這個 那你用腦袋想知道 你從剛才推論可以發生什麼事 為了要講這個部分 可能要講 講蠻多背景知識的 這是我講這個地方蠻困擾的 但是尷尬的地方是什麼 我知道很多人想要聽的是後面這個 對不對 怎麼打造一個 Aunt的什麼 作業系統 或是打造一個IoT作業系統 還有一大堆背景知識要處理 好 總之就是說 在Aunt系列 因為我們之後會有一個錄影 這次錄影應該不會失敗啦 就是我們有一個錄影 所以請你回去看一下 然後練習一下 最起碼把Fibonacci的地毀寫出來 比如說第一回寫的時候 你會注意到一些Stake操作啦 還有一些 暫停器的使用 這種這種 還有一些 你怎麼去檢驗它的正確性 然後 接下來就在看這個 不同的Extension 跟播放到這裡 好 謝謝大家 晚安 拜拜